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1741章 钱到位了就饶你不死 此时的奥利维亚已经吓破了胆 在面对着叶臣亲口叫出叶臣名字的那一刻 他感觉整个人都已经彻底崩溃 在叶臣的威压之下 他下意识的双腿一软扑通跪在叶臣面前 哽叶道 叶先生 是我错了 是我因为钱的缘故起了歹念 请您饶了我 给我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奥利维亚的父亲理查德 此时也意识到大势已去 赶紧也跪在地上 哀求道 叶先生 奥利维亚年纪小 做事容易冲动 您别跟他一般见识 威廉的父亲乔治 此时也急忙上前 一脸哀求的说道 叶先生 您之前说的五十亿欧元 我们愿意接受 我们罗斯柴尔德家族愿意拿出四十亿欧元 只求您能高抬贵手 叶臣笑了笑 看向理查德 问他 他们出四十亿 那剩下的十亿就由你来出了 我 我 理查德一下子紧张的 不知道如何是好 在几分钟之前 十亿欧元他咬咬牙 还是能凑出来的 那是因为 奥利维亚之前 已经基本等于 是北欧的无眠女皇 只等着现任女皇 去世便能顺利加免 所以基本能掌控 整个皇室的财政大权 但是现在 女皇已经苏醒过来 这种情况下 无论是理查德自己 还是奥利维亚 都不可能再有权利 调动皇室资金 所以这时候让理查德 拿十亿欧元出来 简直吃人说梦 思前想后 理查德也只能 硬着头皮说道 叶先生 我们自己家的资产 现金和各种不动产 加起来 大概有五亿欧元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 我愿意把所有资产 都作为赔偿交给您 叶晨哼笑一声 道 那这才四十五亿啊 不够啊 说完 他看向乔治 笑着问道 老乔 要不你再多负担一点 乔治几乎崩溃 一脸苦涩地说道 叶先生 四十亿欧元 已经是我们的极限了 我们的现金 根本就没有这么多 凑四十亿欧元 也要等明天股市开盘 将手中大批股票 全部抛售 才有可能凑够 叶晨摇了摇头 淡淡道 你们两家是利益共同体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钱凑够了的话 我可以饶你们 一条生路 否则的话 今晚就直接把你们 当成是君者 就地击杀 明天直接有女皇 对外宣布 就说你们 今晚联合起来谋反 被皇家卫队反杀 到时候再把你们死在 这里的照片 公诸于众 届时全世界的人都会认为你们 最有应得 乔治一听这话 顿时心脏一阵剧烈颤动 他没想到 叶晨竟然对自己下了杀心 而且他也相信 叶晨确实有这个实力 随时可以杀了他们所有人 更重要的是 叶晨就算真杀了他们 按照刚才叶晨所说的理由 世人也绝对不会怀疑 毕竟他们今天确实带人 冲进了女皇的病房 如果叶晨真把他们杀了 然后对外宣称他们 是因为士君被当场击杀 逻辑上也严丝合缝 就算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知道了 想必也不会怀疑 那样的话 叶晨杀了他们 不需要承担任何风险 想到这乔治看向女皇 哭着哀求道 女皇陛下 您是一国之君 要维护国家法制 哪怕把我们送上法庭 也不能让叶晨杀了我们啊 女皇听到这话 毫不犹豫地脱口说道 我这条命是叶先生所救 今后一切也谨遵叶先生吩咐 如果叶先生要放了你们 我立刻亲自送你们出皇宫 但如果叶先生要杀了你们 我也会立刻按照叶先生所说 对外宣布你们是君谋反的罪行 女皇心中很清楚 自己将来能活多久 全靠叶晨 所以这种时候 自然是要对叶晨唯命侍从 乔治一听这话 冷汗便尽失全身 他是真没想到 女皇竟然会是这种态度 要是这样的话 那自己和儿子今天很可能就要死在这里了 想到这 他急忙哀求道 叶先生 您别着急 剩下的五亿欧元 我来想办法 一定尽快给您补上来 叶晨点点头 你要是有这个态度 那咱们就能接着往下聊了 乔治稍稍松了口气 忙问 叶先生 如果四十五亿欧元准时给到您 您能不能放我和威廉离开 叶晨笑道 那你可能是想的有点多 我可以承诺给你的事 如果四十五亿欧元拿出来 我饶你和威廉不死 不过我们华夏有句老话 死最能免 活最难饶 所以你们接下来 要接受怎样的惩罚 一切都有我支配 说着 叶晨又道 哦对了 还有你老婆 他接下来的处境 会跟你们一样 乔治慌乱地说 叶先生 四十五亿欧元给了您 您还不能放我们自由吗 叶晨点点头 但然道 如果你在继续纠缠这个问题 那四十五亿欧元 可能就要变九十亿了 乔治一听这话 顿时上了嘴 他心中纵使有一万个不甘与愤怒 此时也不敢在叶晨面前提出来 奥利维亚一听 乔治和威廉父子 都有了活命的机会 眼下自己的未来依旧生死未卜 于是便小心翼翼地问道 叶 叶先生 不知您到时候 能不能也放我和我父亲一条生路 叶晨看着他 冷声说道 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活命的机会 让你爸老老实实把五亿欧元拿出来 同时你也必须把海伦娜的妈妈 完好无损地送回来 把这两件事做好 我也可以饶你们不死 奥利维亚急忙说道 海伦娜的妈妈就被关押在附近的一处农庄 我安排了几个人在那里盯着她 随时可以让人把她送过来 海伦娜一听这话 脱口问道 奥利维亚 你有没有为难我妈妈 奥利维亚忙道 我除了让人把她关起来之外 没怎么为难她 海伦娜稍稍松了口气 下意识想开口 让奥利维亚把人送回来 但一想到叶晨就在身边 于是便没有再多说什么 因为她知道 叶晨一定会帮自己 把妈妈平安带回来 叶晨也没让她失望 立刻便对奥利维亚说道 你现在就通知你的手下 让他们立刻把人送回来 好 奥利维亚急忙掏出自己的手机 用免提的模式打了一个电话 开口便道 把海伦娜的妈妈送回皇宫来 立刻马上 对方立刻说道 公主殿下放心 我们二十分钟后到 奥利维亚挂了电话 眼巴巴的看着叶晨 紧张的说道 叶先生 人一会就送回来了 叶晨满意的点了点头 淡淡道 这样吧 我给你们一个账号 你们先安排人把钱打过去 等钱到了 咱们再接着往下聊 乔治眼中微光一闪 忙道 叶先生放心 您把账号给我 我第一时间 先安排人打二十五亿欧元过去 剩下的二十亿 等明天早上股市开盘 就能打过去 说这话的时候 乔治心里想的是 如果叶晨要将自己控制起来 那这笔钱的去向 就是自己家人 寻找自己下落的关键 若是罗斯柴尔德的核心家族 能够注意到这件事 那很容易就能通过这笔巨款的走向 找到叶晨的头上 可是他却没想到 叶晨一个电话打给唐四海 开口便道 唐管家 让万破君给我一个收款账号 最好是能快速把钱洗干净的账号 他们万龙殿在灰色地带混了这么多年 这个本事应该还是有的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1742章 超级反转 乔治做梦也没想到 叶晨竟然打算 让万龙殿来收这笔钱 万龙殿都是亡命之徒 而且遍布战乱地区 就算是 罗斯柴尔德的核心家族 也不可能将他们怎么样 毕竟有钱人最怕的 就是亡命之徒 罗斯柴尔德的核心家族 就算知道自己一家失踪 而且家里的资金 有一半都进了万龙殿的口袋 也绝对不可能为了帮自己 去找万龙殿的麻烦 想到这 乔治万念俱灰 看来今天 是真的要被叶晨拿捏得死死的了 然而 更让他震惊的还在后面 电话里 唐四海开口道 少爷 要不要我把电话给万破君 您直接问他 也方便一些 我怕我中间传话会有缺漏 叶晨表情淡然 语气随意地说道 嗯 那你把电话给他吧 周遭众人听到叶晨说话的语气 心中都有一个疑问 叶家不是刚被万龙殿吃掉一半吗 就算万龙殿以后 要靠叶家赚钱 也不可能允许叶晨 对他们的态度这么随意吧 就在他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叶晨微微一笑 直接打开了手机的扬声器 这时万破君接通了电话 毕恭毕敬地说道 叶先生 您有什么吩咐 这句话一出 现场所有人都如遭雷击 谁也没想到 大名鼎鼎的万龙殿 殿主万破君 竟然对叶晨如此恭敬 乔治心中惊呼 这 这到底是万龙殿 兼并了叶家 还是叶家 兼并了万龙殿 为什么万破君 对叶晨这么恭敬 这么客气 奥利维也蒙了 心中暗存 万破君不是与叶家 有深仇大恨吗 就算是叶家赔了 一半的资产给他 他也不应该对叶家人 这么低三下四吧 就在所有人 都差一万分的时候 叶晨淡淡开口道 我有一笔资金 需要找一个靠谱的渠道 洗出来 钱是罗斯柴尔德 一个第三阶梯家族的 需求是钱从他们账上 打到你们万龙殿的账上 再由你们万龙殿 洗干净拿出来给我 你们能做吗 万破君几乎不假思索的 恭敬说道 叶先生您放心 这种事情 我们万龙殿非常擅长 我们在瑞士 以及多个离岸 国家与地区 都开设了 大量的安全账户 这些账户理论上 是不受任何国家 和个人监控的 只要把钱 打入这些账户里 无论是美元 还是欧元 日元 以及人民币 我们都能在几十秒钟之内 把这些钱 分散到全世界几十个国家的 几万个银行账户里 一分钟之内 就能让这些钱 在全世界转一圈之后 再流入我们的美元账户 绝对能做到 无济可寻 叶晨听后 满意地说道 那太好了 你让你手下的人 立刻把这些账号都发给我 我让人陆续往里面转钱 好的 叶先生 万破军又问 对了 叶先生 您要洗的这笔资金 大概规模有多大 叶晨随口道 五十亿欧元 万破军听到这里 整个人都愣住了 他虽然也是身价 过百亿美元的人 但是一听说叶晨 有一笔五十亿欧元的现金 要入账 还是把他给吓了一跳 要知道叶晨 从华夏出发去北欧 到现在也没过二十四个小时 这么短的时间内 竟然就能有五十亿欧元现金入账 这笔抢劫来得还要匪夷所思 可是万破军哪知道 叶晨这笔钱就是抢来的 叶晨见他没说话 便开口问道 怎么了 五十亿欧元你们有难度吗 没难度 万破军毫不犹豫地说道 叶先生您放心 这笔钱我一定一分不少的给您洗出来 您只管告诉我 您想要什么货币即可 叶晨笑道 当然是要美元 这笔钱我是要拿来买船的 万破军忙道 没问题 叶先生 您别忘了给我一个收款账户 到时候会把这些钱全部兑换成美元 汇到这个账户里面 叶晨笑着说道 这笔钱就不要给到我手里了 稍后我会找伊藤家族要个收款账号 你把钱洗出来之后 直接打给伊藤家族 我的远洋运输公司 就是伊藤家族和苏之余一起运作的 这笔钱给到伊藤家族手里 可以直接让伊藤家族以注资的形式 帮我汇入伊苏航运集团的账户 万破军忙道 没问题 您向伊藤家族要个账号 剩下的我来解决 叶晨恩了一声 随后便挂断了电话 这时候 乔治与威廉父子 以及理查德与奥利维亚妇女 已经如遭雷击一般待在当场 听到叶晨与万破军的对话 他们都渗透了一个惊天的秘密 万龙殿现在肯定已经归顺了叶晨 而万破军现在肯定也已经是叶晨的手下 否则万破军绝不可能对叶晨如此毕恭毕敬 想到这 几人心里恐惧至极 他们现在才明白 原来叶晨一直以来都是在扮猪吃老虎 他来的时候 所有人都以为叶晨已经被万龙殿咬去半条命 风光不在 可谁能想到 事情的真相竟然有如此大的超级反转 叶晨非但没有损失任何家产 相反 叶晨还将整个万龙殿收入囊中 这对叶晨来说 简直如虎添翼 威廉此时恨不得大嘴巴子抽死自己 惹谁不好 非要去惹叶晨 以叶晨现在的实力 就算是十个自己 一百个自己 也不可能是他的对手 就算是自己的家族 在叶家面前 也只是个小小的垃圾而已 这时 叶晨不顾这帮人的惊骇 又给伊藤蔡蔡子打了个电话 电话那头 伊藤蔡蔡子激动 又带着尊敬的说道 叶晨君 您现在是在北欧吗 怎么忽然给我打电话 叶晨笑道 蔡蔡子 我有笔资金 想注入伊苏行运 辛苦你给我一个 伊藤家族的银行账号 我把这笔钱打给你 你再帮我注资到伊苏行运 蔡蔡子毫不犹豫地说道 没问题 叶晨君稍等 我把账户信息发给你 好 叶晨说道 我还要给苏小姐打个电话 回头再聊 好 这时候 眼前所有人 更是惊得 说不出话来 谁能想到 连日本大名鼎鼎的 伊藤家族 对叶晨也是毕恭毕敬 言听计从 而这时候 叶晨又把电话 打到了苏之余那里 苏之余接通电话 同样尊敬地说道 恩公 您这时候找我有什么吩咐吗 叶晨恩了一声 道 至于 伊苏行运那边 我想注资扩大规模 这家企业 是我们俩合伙做的 所以想问问你 愿不愿意继续注资 苏之余 不假思索地说道 恩公 如果让我注资 那我就注资 上文龙序 叶公子 第1743章 替老祖宗还债 眼下 苏成风还跪在叶灵山上 所以暂时也没有正式将苏家家主之位 交给苏之余 不过 这件事情 已经是板上钉钉 所以苏之余听闻 叶晨要给伊苏航运注资 立刻便决定与他共同注资 听到苏之余答应下来 叶晨便道 这样 我先通过伊藤家族 给伊苏航运注资51亿欧元 刚好我持股比例 也是51% 至于你那边 就注资49亿欧元 这样我们的股权比例 也就不用做调整了 没问题 苏之余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恭敬说道 恩公 伊苏航运 如果再进100亿欧元的注资 那绝对能够成为 世界顶尖航运公司了 叶晨恩了一声 道 钱到了 就要把它花在刀刃上 你跟之秋沟通一下 看看到时候 这笔钱究竟怎么用 好 苏之余忙道 明天我跟爷爷 把相关文件签订之后 就立刻赶回金陵 跟之秋一起 碰一下这件事 恩 叶晨淡淡道 等你正式继承苏家之后 一定要把苏家内部的刺头 一个个地拔出来 尤其是你那些叔叔姑姑 还有他们的儿女 你忽然上位 他们一定非常不满 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 让他们老实接受 谁要是敢跟你唱反调 第一时间 把他们赶出苏家 苏之余恭敬道 恩公放心 之余明白 叶晨便道 先这样吧 具体的事情 等我回去 再当面聊 叶晨挂了苏之余的电话 身边这些人 都已经佩服的 五体投地 从叶晨的对话里 他们也听得出来 这个苏之余 马上就要继承苏家 成为苏家的家主 而他对叶晨的态度 竟然是如此恭敬 由此可见 叶晨眼下的实力 已经堪称恐怖 威廉与奥利维亚 现在才意识到 自己究竟惹了一个 怎样的人物 叶晨在西方 或许没什么根基 但是在东方 以他的实力与人脉 恐怕已经显有对手 此时 叶晨看了看 神色慌张的众人 转过身 对女皇说道 通知皇家卫队吧 先把这两家人 控制起来 不允许 他们与外界联系 同时由你 亲自对外宣布 他们两家人 因为意图是军 谋反已经被捕 明天的婚礼取消 女皇不假思索地说道 好的叶先生 我这就办 海伦那忙道 那我去通知皇家卫队 这时 威廉的父亲乔治 紧张不已地问道 叶先生 我可以这就安排人 开始转账 明天上午一定把 45亿欧元转过去 还请您能宽宏大量 饶了我们 叶晨淡淡道 我说了 可以饶你们不死 但不能放你们自由 你们家人明天 把钱赚完之后 启程去叙利亚 我有朋友 在那里有点势力 一定能把你照顾得很好 乔治一听这话 几乎崩溃 痛哭流涕道 叶先生 我宁愿在北欧的监狱服刑 也不愿去叙利亚 那种地方 求您高抬贵手啊 叶晨冷声道 我现在给你的是单选题 而且选项只有一个 如果你再怎么说 废话的话 我就先把你的腿 打断再送过去 乔治顿时不敢再多说话 但心里已经彻底崩溃 一个人一边擦着眼泪 一边呜呜啜气 理查德慌乱地问 叶 叶先生 能不能看在我们好歹也是皇室成员的份上 让我们留在北欧 不可能 叶晨淡然道 过两天海伦娜就将继承大统了 在这之前 你们将被剥夺皇室身份 然后流放海外 今生今世 不得再回北欧 奥利维亚一听说 海伦娜要继承大统 心里又恨又气 于是急忙开口 对女皇说道 奶奶 说什么也不能把皇位交给海伦娜来继承啊 她本身就有严重的心脏病 恐怕活不了几年就死了 而且她又没有孩子 到时候皇位很可能被庞系里的某个子职继承了 女皇冷声道 叶先生连我都救得活 更何况海伦娜 有叶先生在 海伦娜会长命百岁的 将来就由她的子孙后代继承皇位 说吧 女皇冷哼道 奥利维亚 你还是关心关心你自己吧 叶先生刚才已经说了 你们会被剥夺皇室身份 流放海外 至于流放道呢 就看叶先生如何发落了 奥利维亚看向叶晨 哀求道 叶先生 我没别的要求 只想留在北欧 求您手下留情 叶晨笑道 本来确实是打算让你留在北欧的 盼你一个不得假释的终身监禁 让你在监狱里过完余生 我听说你们北欧福利很高 住监狱跟住宾馆差不多 想来你也不会太痛苦 说到这 叶晨话风一转 冷声道 但你实在是有些自不量力 竟然连我都想杀 所以现在对你的安排 也要适当做下调整了 奥利维亚耿叶道 叶先生 在北欧 终身监禁已经是最严苛的刑罚了 之前有一个反社会的枪手 一个人杀死几十人 也只是判了终身监禁 难道判我终身监禁 还不能让叶先生满意吗 叶晨微微一笑 相比终身监禁 我更倾向于让你离开北欧 说着 叶晨又道 对了 有一个词叫劳动改造 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 奥利维亚惶恐地摇了摇头 他没听说过劳动改造这四个字 但隐隐感觉十分不妙 叶晨这个时候笑道 你们北欧福利太高 高得有些不合逻辑 凭什么一个罪犯在监狱里 不仅能好吃好喝好住 还不用创造任何价值 这不就是浪费那睡人的钱吗 所以让你们这种有罪的人 去用劳动创造价值 再用你们创造的价值 来满足你们的吃喝拉撒 这才是最合理 也最公平的方式 说着 叶晨想了想 又道 对了 华夏苏家的老家主 马上要去马达加斯家当地主了 到时候我让他买下几百亩甘蔗地 再买几百亩棉花地 你和你爸妈 还有这些为你卖命的人 就一起去马达加斯家 砍甘蔗摘棉花吧 砍甘蔗 奥利维亚一听这话 顿时一阵眩晕 几乎当场昏死过去 而他的父亲理查德也快崩溃了 哭着说道 叶先生 砍甘蔗摘棉花 这是当年黑奴做的工作啊 您说什么也不能这么折磨我们啊 屁话 叶晨冷声质问 你们的上帝也说众生平等 黑奴难道就不是人吗 当年惨无人道的黑奴贸易 不也是你们的老祖宗 维京海盗干的吗 你们就当是替老祖宗还债了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1744章 一切尘埃落定 在叶晨看来 马达加斯加是一个开展劳动改造的绝佳国度 首先那地方经济极度不发达 条件极差 所以对奥利维亚这帮人 本身就有很好的惩戒意义 其次越是这种经济极度不发达的地方 越需要人力劳作 而且劳作也多是农活 甘蔗棉花都是非洲的土特产 都需要大量人力采摘 其工作量之大 足够这帮人好好体验体验劳动的快乐 到时候就让苏之余给苏成封在马达加斯架弄上一个大庄园 多买些地用来种植甘蔗棉花 而所有的农活就全交给这帮人去做 奥利维亚此时已经要崩溃了 他原本就心气极高 一直觉得自己马上就是要成为女皇的人 所以骄傲至极 可是他做梦也没想到 叶臣竟然要把他送去马达加斯加 去那里砍甘蔗和摘棉花 这在非洲当地也是贫苦大众才会做的事情 让他这个公主去做这些 他哪能接受得了 于是他崩溃大哭 苦苦哀求道 叶先生 我真的不想去马达加斯加 求您把我卖给阿曼拉莫维奇吧 他一定会愿意付给您一笔钱的 怎么都比送我去马达加斯加要划算得多 奥利维亚原本是一万个 瞧不上阿曼拉莫维奇这个土包发户 可是现在阿曼拉莫维奇在他眼里也成了香饱饱 他心中暗存 阿曼拉莫维奇一直想娶一个皇室出身的女人 他既然愿意娶海伦娜 肯定也愿意娶了我 他甚至愿意为了海伦娜之父数以欧元 那想必也愿意为了我付出同样的价码 那样的话 我好歹也能去俄国做一个阔太太 就在奥利维亚觉得 叶晨肯定会答应自己这个提议的时候 叶晨却冷笑着问他 我记得你好像瞧不起那个阿曼拉莫维奇 怎么现在又主动上赶着要嫁给他了 奥利维亚急忙解释道 我这也是想为叶先生您多创造一些收入 如果您愿意的话 完全可以从阿曼拉莫维奇那里赚上几亿欧元 叶晨笑道 我看你是想多了 我怎么可能让你跟着阿曼拉莫维奇去俄国享清福 既然说了要让你劳动改造 那我肯定得把你安排到最需要你的地方 我看眼下没有比马达加斯加更需要你的地方了 奥利维亚痛哭流涕地哀求道 叶先生 我这种温弱的女人 就算去了马达加斯加 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 您还不如让我好好为您赚取一笔不菲的收入 求求您了 叶晨对他的哀求充耳不闻 他已经打定主意 让奥利维亚这一帮人 一辈子都无法离开马达加斯加 这时海伦娜带着几十名皇家卫队蜂拥而至 得知有人要试杀女皇 这些皇家卫队一个个高度紧张 鹤枪实弹地一路冲了上来 见女皇此时已经苏醒 皇家卫队的负责人惊喜不已地说道 女皇陛下 您 您醒过来了 女皇微微点头 开口道 布鲁诺 把这些人全部控制起来严加看守 绝不能放走任何一个人 被称作布鲁诺的白人男性 立刻高声说道 女皇陛下放心 我一定不会让他们任何一个人逃走 好 女皇一脸疲倦地点了点头 白手道 行了 把这些人都带下去吧 关押到地下酒窖里去 遵命 鹤枪实弹的皇家卫队 立刻将威廉一家 以及奥利维亚一家 连同那些被夜尘废掉的黑衣人 全部抓了起来 就连已经回房休息的威廉 以及奥利维亚的妈妈 也分别被皇家卫队抓捕 一同押送到了地下酒窖关押 很快 奥利维亚的手下将海伦娜的母亲送了回来 他们带着海伦娜的母亲刚进皇宫 便立刻被皇家卫队抓捕 海伦娜眼看着销售许多的母亲 激动地跑过去 抱住母亲便痛苦不止 女皇见词 轻轻感叹一声 恭敬地问叶辰 叶先生 这些刚被抓的人 也和奥利维亚 他们一样处置吗 对 叶辰点了点头 淡淡道 先关进酒窖 过些天就跟他们的主子一起 启程前往马达加斯家 说着叶辰又叮嘱女皇 在他们启程前往马达加斯家之前 一定要抓住机会 从奥利维亚以及他手下的口中 把奥利维亚其他还没被捕的的手下一网打尽 这样才能确保未来皇室的安危 女皇毕恭毕敬地说道 谢谢叶先生提醒 我会让皇家卫队层层严查的 嗯 叶辰点了点头 又看了看时间 开口道 时间也不早了 你最好尽快对外界发布消息 一方面把奥利维亚等人的罪行 公诸于众 另一方面也要宣布将海伦纳 重新定为皇位继承人 同时也要宣布你的退位时间 此时已早不已晚 你尽快安排 女皇毫不犹豫地说道 叶先生放心 我稍后就录制一条视频 通过北欧的新闻媒体 以及互联网的各种平台 正式对外公布 说到这里 女皇又道 对了叶先生 新皇加冕 按照北欧的规定 要由大主教在教堂举行 由于仪式的流程繁荣复杂 所以至少也需要两三天的时间筹备 所以最快的退位时间 恐怕也要三天以后了 叶晨点了点头 淡淡道 那就定在三天后吧 半小时后 当北欧人民已经准备进入梦乡之际 北欧所有的主流媒体 都临时插播了一条重要新闻 而新闻播放的 便是女皇刚刚在皇宫内录制的视频 视频中的女皇 气色和状态好了许多 也换上了女皇的专属服饰 而视频的一开始 女皇便亲口亲自讲述了自己 被奥利维亚以及威廉一家谋害的前因后果 其中也包括了今晚奥利维亚 连同威廉一家 试图杀害女皇的经过 唯独将夜晨从中掠去 当视频播放到这里的时候 电视机以及手机屏幕前的所有民众都极度的愤怒 因为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原本那个看起来端庄大气的皇位继承人 奥利维亚公主 竟然如此大逆不道 紧接着 女皇便在视频中公开宣布 要永久废除奥利维亚皇位继承人的身份 并将其一家人逐出皇室 除此之外 女皇还郑重宣布 北欧王国的皇位继承人 现已从奥利维亚变为长公主海伦娜 同时 女皇也宣布了自己将在三天后正式退位 届时将在北欧首都最大的教堂 举办她的退位仪式 以及海伦娜新皇加冕的仪式 自此 北欧王国一切尘埃落定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1745章 虚晃一枪 当女皇正式对外宣布 要将皇位传给海伦娜之后 叶臣便已经动了返程的念头 她这次来北欧的目的 就是把海伦娜扶上皇位 如今这个目的已经圆满达成 除此之外 她还将额外得到50亿欧元的现金 可以说是远朝原本的预期 所以她觉得自己此刻也没有继续留在北欧的必要 不如连夜返回华夏 不过此时的海伦娜正在医务室陪着她的妈妈 因为她们母女二人相见时 海伦娜的妈妈情绪有些过于激动 几次哭到情绪失控 皇室的医生便立刻将其带到医护室进行了详细的检查 经过检查之后 医生确定了海伦娜母亲的身体状况 除了营养不良之外 还有严重的神经衰弱 据医生推测 神经衰弱的主要原因 是这些天来的担惊受怕 海伦娜的妈妈原本就一直担心海伦娜的处境 后来自己被奥利维亚囚禁之后 也担心自己将来和女儿再没机会见面 所以精神备受折磨 叶辰决定离开之后 便对女皇说道 既然事情已经全部解决 那我就不继续留在北欧了 还请女皇严密看管威廉 以及奥利维亚这两家人 明天我会安排人来北欧接他们 女皇急忙挽留道 叶先生眼下已经深夜 您不妨先在皇宫休息一晚 明天再走也不迟 叶辰摆了摆手道 回去的路上可以短暂休息 我就不留在这里浪费时间了 华夏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处理 女皇很是惋惜地说道 叶先生 其实我是想留您在皇宫多住几天 届时参加海伦娜的加冕典礼 我相信她肯定也很期待您 能够在现场见证她登上皇位 叶辰微微一笑道 你们皇室的加冕仪式 我一个外人就不参加了 更何况我作为一个亚洲面孔 如果出现在北欧皇室的加冕典礼上 本身也会引人猜测 将来我还希望能够与皇室多些业务上的合作 如果被北欧民众提前发现端倪 届时恐怕会有许多负面言论 岂不是徒增麻烦 女皇见叶辰心意已决 只好恭敬地说道 既然叶先生已经决定了 那我也不好强求 我这就安排皇家车队 护送叶先生去机场 叶辰点了点头 说道 那就麻烦你了 女皇急忙 将皇家卫队的负责人 招呼过来 吩咐道 赶紧让车队做好准备 另外去通知海伦娜公主 就说叶先生要走了 让她快来送行 叶辰本不想打扰海伦娜与她母亲团聚 但毕竟是要离开了 不当面打个招呼 也未免有些不近人情 于是便也没有多说 很快 海伦娜便晚着 一个面色苍白的妇人 快步走了进来 一见叶辰 他便有些着急地说道 叶先生 您怎么这么快就要走了 您刚落地北欧 不过几个小时 骑马也休息一下 再走吧 叶辰微微笑道 叶灵山的事情 你都亲眼看到了 还有很多事情 等着我去收尾 海伦娜一想到 此刻叶灵山前 不但跪着万龙殿 近百将士 以及叶家那些直系亲属 甚至那些叶家 旁系分支 可能也已经匆忙赶回去 想来这些事情 肯定都得叶辰回去主持大局 想到这 他心中纵然有万般不舍 但也只好轻声说道 叶先生事物繁多 海伦娜就不多挽留了 说吧 他急忙挽着身边的妇人 对叶辰说道 叶先生 我的妈妈很感激您 听说您要走 非要亲自来谢谢您 此时 海伦娜身边的妇人 一脸恭敬地 对叶辰深深居了一躬 感激地说道 叶先生 多谢您对我和海伦娜母女俩的 救命之恩 也感谢您给了海伦娜 一个继承大统的机会 海伦娜的皇位 虽然是女皇给的 但在海伦娜母女 二人眼里 这皇位 其实是叶辰给的 若不是叶辰 女皇就算没有濒临死亡 也不可能把皇位交给海伦娜 女皇听到这话 心里虽然有些不满 但此时也很清楚 自己马上就要交出一切大权 从现在起 自己的人生目标 不是追求什么皇权巩固 也不是追求什么女皇威严 而是实实在在地追求 多活几年 所以他很快便将心头的布满 抛住脑后 心中想的 只有叶辰那神奇的东方密钥 叶辰此时也没有客套 他虽然一直没说 但也确实需要海伦娜心中铭记 这皇位是他给海伦娜的 于是叶辰便对海伦娜的妈妈说道 伊利亚特女士不必客气 帮海伦娜继承大统 是我给海伦娜的承诺 自然要全力兑现 海伦娜这时说道 叶先生 三日后的加冕典礼 你有时间来参加吗 叶辰笑道 我刚才已经跟女皇说过这件事了 我本人不想太过高调 所以你的加冕典礼 我就不来参加了 说着 叶辰掏出那四分之一颗回春丹来 当着女皇的面 递给海伦娜 笑着说道 这部分回春丹就当是我给你的贺礼 提前祝贺你继承大统 看到叶辰这四分之一颗回春丹 女皇眼珠子已经陷进去拔不出来了 她刚刚亲身体验过这丹药的神奇 所以迫不及待想再服用一部分 进一步提升自己的身体状况 可是 她没想到 叶辰竟会把这丹药送给海伦娜 不过 她心中也不免有些激动 因为这药若是在叶辰手里 如果叶辰不点头 她是一万个不可能弄到手 可这药若是在海伦娜手里 自己拿到手的可能性 自然就多了不少 海伦娜此时也有些不解 她心中暗存 叶先生为什么把这四分之一颗丹药给我呢 眼下我在皇室几乎毫无根基 身边除了妈妈之外 一个可以信任的人都没有这丹药给我的话 我怕是根本就守不住我 万一奶奶动了歪心思 我该怎么办 就在海伦娜不知所措的时候 叶辰笑着说道 伊丽亚特女士的身体状况确实很差 我看她应该还不到五十岁的年纪 头发已经白了一半了 精神状态也比同龄人差了许多 如果全靠慢慢调养 恐怕一年半载都很难恢复 而你三天后就要正式加冕女皇 加冕典礼上 你妈妈的状态若是太差 也会引起外界猜疑 所以这部分回春丹 就给你妈妈用来调理身体吧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1746章 你自己看 原本已经开始打这回春丹主义的女皇 听到叶辰这番话 整个人瞬间一争 内心涌上强烈的失落 他没想到叶辰虽然给了海伦那回春丹 却又直接指定让他 把这回春丹给他妈妈服用 如此的话 自己与这部分回春丹 恐怕就没有缘分了 叶辰自然将女皇情绪上的转变 看在眼里 他之所以虚晃一枪 就是想看看女皇 是否基于这部分回春丹 如果是的话 顺便也给女皇提个醒 他要让女皇知道 回春丹这个东西 自己只会看在海伦那的面子上 才拿出来 所以如果他想继续得到回春丹的话 就必须老老实实 做好全力移交 绝不能自作聪明地留任何后手 否则 万一这老太太临时变卦 或者在海伦那登基之后 还不愿意释放大权 将海伦那彻底架空 那海伦那就算成为女皇 也只不过就是个傀儡而已 自己辛苦一趟 把海伦那扶上皇位 为的是让海伦那掌握皇室的实权 利用皇室的影响力帮助自己 拓展在欧洲的业务 如果海伦那被现任女皇架空的话 那他即便在这个位置上 也发挥不了任何实质性的作用 除了要用这部分回春单 给现任女皇提个醒之外 叶晨也想让海伦那对自己更加感激 自己不光治好了她的病 还救了她的妈妈 甚至还帮助她扫清障碍 继承女皇之位 除此之外 自己甚至拿出珍贵的回春单来 帮助她的母亲调理身体 如此多的恩情摆在这里 相信海伦那将来一定会谨记在心 而叶晨也确实没有猜错海伦那的内心 此刻的她 对叶晨的感激之情 已经无法用语言描述 她此时心中所想的只有一件事 那便是尽全力报答叶晨对自己的恩情 哪怕是让她肝脑涂地 她也在所不惜 感动至极的海伦那 一双蓝色的眼眸 一眨不眨地盯着叶晨 声音哽咽地说道 叶先生 您对我恩重如山 今生今世 海伦那心中永远奉您为尊 叶晨微微汗手 但然笑道 把药给你妈妈吃了吧 好 海伦那擦干泪 立刻将那四分之一颗回春单 放入妈妈手中 激动地说 妈 你快把这药吃了 这药是叶先生带来的神药 奶奶深度昏迷 就是靠她醒过来的 海伦那的妈妈 一脸的不敢置信 脱口问她 这药真的这么神奇吗 海伦那连连点头 激动无比地说 我亲眼所见 这药真的非常神奇 你赶紧吃下去 就知道了 女皇此刻的心都在滴血 她甚至在内心深处祈祷 祈祷海伦那的妈妈 不要吃掉这部分回春单 这样等夜晨走后 自己还能想办法 把这部分丹药弄到手 可就在这时 海伦那的妈妈 接过回春单 毫不犹豫地 便将丹药放入口中 这一瞬间 女皇心里立刻变得 极度失落 而海伦那的妈妈 此时立刻发生了肉眼 可见的巨大变化 首先是她的气色 迅速从原本的苍白无力 转变成精神 饱满 红润光泽 其次是她那半头白发 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重新变成亮泽的棕色绣发 更不可思议的是 就连她眼角 以及面部的一些皱纹 也在短时间内迅速淡化 甚至有很大一部分皱纹 直接消失不见 女皇整个人 看得目瞪口呆 她是真没想到 夜晨的回春单 不但能救命 甚至还能让一个人 重返青春 眼看着海伦那的妈妈 仿佛年轻了十几岁不止 她心里羡慕至极 其实 四分之一颗回春单 远远没有 这么强大的功效 但海伦那的妈妈 最近这段时间 确实过得十分艰难 所以整个人 有些迅速苍老的迹象 四十多岁 还不到五十岁的人 看起来就好像已经快六十岁了 而这四分之一颗回春单 让她的状态在回归十几年龄 该有的状态之后 又在这个基础上年轻了几岁 所以看起来仿佛就是直接年轻了十几岁一般 海伦那的妈妈虽然没有镜子 但也立刻感觉到了身体内的巨大变化 她欣喜无比地说道 这 这要实在太神奇了 我感觉身体不但得到了彻底的恢复 甚至比几年前的状态还要好 海伦那也亲眼见证了妈妈的巨大变化 感动到泪流满面 哭着说道 妈 这些年你受苦了 海伦那的妈妈轻笑一声 道 别说这些了 现在不都苦境干来了吗 海伦那转身 从一张拥有百年历史的边桌上 取下一面精致无比的镜子 跑回来举在妈妈面前 激动地说 妈 你快看 你不光是身体得到了恢复 就连容貌都年轻了许多 海伦那的妈妈 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镜中的自己 紧接着便控制不住地 留下两行热泪 自从丈夫去世之后 他每天都在为女儿的体 提心吊胆 同时又要面对 皇室的各种排挤 心理压力极大 所以也根本没精力 去打扮自己 也没精力 像其他贵妇那般保护 自己的皮肤状态 所以他几乎每天 都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老 最近这两年 他甚至不敢照镜子 因为每天都会感觉 镜中的自己又衰老了几分 已经俨然有了老太婆的面相 可他没想到 就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自己整个人看起来又回到了四十出头的样子 头发 皮肤以及整个人的气色 都有了极大的改善 简直如同坐上了时光机 快速回到了几年前一般 对一个女人来说 容貌与气质 实在是太重要了 所以他下意识地看向叶晨 双腿不由自主地跪在地上 感激地说道 叶先生 谢谢您赐予我心生 谢谢 叶晨淡然道 你言重了 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 没这么夸张 海伦娜的妈妈 哽咽道 您可能不知道 这一切对一个女人来说 意义究竟有多重大 某种程度上来说 这笔究了我的命 更让我感激涕零 一旁的女皇羡慕坏了 同时又想到叶晨之前 给自己的承诺 心中暗存 叶晨说是两年后 会再给我一部分回春丹 可是这部分回春丹 已经被海伦娜的妈妈吃了 也不知道 叶晨手里还有没有 多余的回春丹 万一没有了 那我的愿望 岂不是要落空了 想到这里 她鼓起勇气 恭敬地问叶晨道 叶先生 您之前说两年后 让我去找您 不知届时你那 还有回春丹吗 叶晨挑眉一笑 顺手从兜里掏出 一把有黑的丹药 随口笑道 诺 你自己看 女皇这一看 整个人顿时瞠目结舌 只见叶晨的手心里 竟然有将近十颗丹药 只是 她不知道 这里面有一半是回春丹 一半是裴员丹 对她这种不懂的人来说 这些丹药看着似乎都差不太多 所以 她便直接将这些丹药 都看成是回春丹 眼见叶晨 有这么多回春丹 她自然是激动难耐 要是可以的话 她恨不得立刻冲上去 从叶晨手里抢一颗吃下 但是她也知道 自己根本不具备这种实力 哪怕整个皇室都算上 在叶晨面前 也不过是九牛一毛 所以 能不能得到这回春丹 完全要看叶晨的心情 想到这 她也顾不得委婉 直接毕恭毕敬地表态道 叶先生请放心 我一定会全力以赴 帮助海伦那执掌大权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1747章 注定不会有结果 眼见女皇 现在甚至连基本的委婉 都抛诸脑后 叶晨便知道 她已经彻底被回春丹拿捏 有了先前宾死的经历 回春丹一定会成为 她余生中唯一的追求 所以叶晨也就再不用担心 她会对海伦那动什么小心思 三天后的皇位交接 她一定会如她所说 全力帮助海伦那执掌大权 于是叶晨便对女皇 以及海伦那说道 如果罗斯柴尔德家族 来找你们要人 或者找你斡旋谈条件 一定不要轻易告知 他们威廉一家的下落 及时跟我联系 女皇立刻表态道 叶先生放心 罗斯柴尔德家族 如果找过来 我就直接利用舆论 打压他们 他们家族的人 意图谋害我 证据确凿 一旦曝光 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影响 肯定非常大 说着 他又道 其实罗斯柴尔德的核心家族 对家族名声 是非常看重的 早些年 他们确实在金融市场 做了很多恶 在几次战争中 也一直在大肆敛财 以至于他们在欧美国家的名声 比较差 自从二战之后 罗斯柴尔德的核心家族 就一直在积极修复家族名声 像威廉这种第三阶梯家族 犯下这么大的事情 核心家族肯定是不会保他们的 好 叶晨点了点头 表情玩味的笑道 我倒不是怕他们来找 而是怕他们不愿意找 说着夜晨吩咐道 如果他们愿意找的话 到时候就通过其他渠道 给他们透露一点信息 让他们知道威廉一家 有可能在叙利亚 这样一来 如果他们还能去叙利亚找人 就更好了 那种法外之地 罗斯柴尔德也无计可施 去的话除了送人头 几乎没有任何胜算 罗斯柴尔德家族 虽然实力很强 但毕竟是在西方和平世界 到了叙利亚 罗斯柴尔德根本就翻不起任何波兰 毕竟中东这种地方 就连美军也无计可施 更别说区区一个罗斯柴尔德 哈密德的基地现在固若金汤 连万龙殿都打不下来 罗斯柴尔德更没机会 这也是为什么 他要把威廉一家 送到叙利亚的根本原因 有哈密德守着 绝对出不了问题 女皇听到叙晨的话 吓得浑身一个机灵 我原本以为叙晨可能 也担心罗斯柴尔德家族找过来 可是现在 我怎么觉得 事情好像跟我想象的完全相反 叙晨看起来 好像还挺期待 罗斯柴尔德家族找过来的 甚至给我的感觉 威廉一家人 就像是他丢去叙利亚 为了引诱罗斯柴尔德家族 所布下的诱饵 想到这 女皇心里也很是诧异 他实在不明白 叙晨为什么 想对罗斯柴尔德家族下手 没等女皇想明白 叙晨便开口说道 时间差不多了 我该走了 说完 他看向海伦娜 淡淡道 海伦娜 提前助你继承大统 成为北欧王国的新一任女皇 也希望你能将北欧皇室发扬光大 海伦娜感激地点头说道 谢谢您叶先生 说完 他又急忙说道 叶先生 如果您不嫌弃的话 请让我送您去机场吧 说完 他一脸期待地看着叶晨 生怕叶晨拒绝 因为他心里很清楚 一旦叶晨今天离开 将来再想见他 就没那么容易了 因为三天后 自己就将继承大统 届时 自己就是北欧王国的女皇 是北欧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 那时候 他无论去哪 都代表着皇室 自己几乎就不再拥有什么私人空间 在国内 要到处走访慰问 提高国民对皇室的支持和拥护 在国外 女皇基本上 也都是在外交层面 对一个国家进行国事访问 哪怕只是想单纯去华夏看看叶晨 拜访叶晨 也绝无可能 因为他作为女皇 只要决定离境 北欧政府就一定会向目的帝国通报 相应的保镖 助理 管家也一定会随行 到那时 如果叶晨不来看他 他可能这辈子也没机会见到叶晨了 所以叶晨去机场的这段路程 有可能就是自己与他最后的相处时间 叶晨见海伦娜都这么说了 自然也不好拒绝 于是便笑道 严重了 如果你愿意的话 就辛苦你陪我跑一趟吧 海伦娜顿时松了口气 如少女般兴奋地说道 谢谢叶先生 女皇将海伦娜的表现看在眼里 心中已然明白了海伦娜的心思 暗想海伦娜应该是对这个叶晨动了心 而且哪怕只是想去送送她 都要低三下四地请求 看她这样子应该是非常喜欢叶晨的 想到这 女皇内心深处也不禁感到有些惋惜 这是因为她心里很清楚 海伦娜对叶晨的感情 注定不会有任何结果 其实出于对回春丹的渴望 她很希望海伦娜能与叶晨走到一起 这样一来 叶晨就是自己的孙女婿 有了这一层关系 获得回春丹的机会自然更大 不过她也很清楚海伦娜未来的人生轨迹 等她将来继承皇位之后 她将来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 因为根据北欧的传统 以及人民的意愿 她未来的另一半只能是欧洲其他国家的皇室成员 或者欧洲顶尖家族的成员 而且对方的血统一定得是地地道道的白人 绝不能是其他族裔 这倒谈不上种族歧视 主要是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民族主义 都希望维护自己国家的纯正血统 毕竟在她继承大统之后 她的孩子就将是未来的北欧储君 如果她的孩子是欧亚混血 那等于皇室的血统一下子就没了一半 所以民众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 就像是同样拥有天皇的日本 也不可能允许天皇娶一个欧洲女人 然后生一个日欧混血的孩子做皇子一样 所以女皇心里很清楚 海伦娜将来与夜晨已经绝无可能 其实海伦娜心里对这些情况也一清二楚 虽然她与夜晨接触的时间很暖 但是夜晨给她带来的冲击实在太大 夜晨不光是救了她和她妈妈的命这么简单 更重要的是 她让海伦娜见识到了一个男人的实力 究竟能有多强大 所以她就像是武侠小说里 第一次见到盖世大侠的少女 只是几个瞬间 就被对方身上那无可匹敌的气势俘火芳心 如果可以 她甚至愿意为了夜晨而放弃女皇的位置 毕竟妈妈现在已经安全 自己完全可以不做女皇 甚至完全可以离开皇室搬去华夏生活 可是她也知道夜晨在金陵早就有了家事 而且还有众多红颜知己 在夜晨心里 自己恐怕只是个无足轻重的过客 就算自己愿意为她放弃皇位 她也未必愿意将自己留在身边 上门龙序 夜公子 第1748章 临阵退缩 北欧皇室的车队 在深夜的高速公路上急驰 协和式客机已经做好了起飞准备 等夜晨一到机场就可以立刻起飞 此时是北欧时间的凌晨1点钟 燕京时间的清晨7点 如果顺利的话 夜晨将在燕京时间的中午抵达燕京 落地后 她将第一时间前往夜灵山 处置那些临阵脱逃的夜家旁系成员 车上海伦那就坐在夜晨的身边 此时的海伦呢 内心深处几位纠结 她时而看看夜晨 时而看看窗外北欧的夜色 时而朱唇清敏 时而又忍不住用洁白的背齿轻咬下唇 犹豫再三 她终于轻声开口道 夜先生 其实北欧跟华夏比 实在是太小了 人口甚至还没有燕京这一个城市的三分之一多 夜晨笑道 小是小了点 但她马上就将成为你的王土 你现在还很年轻 未来至少有五十年以上的在位时间 五十年能做的事情太多了 还是很值得期待的 海伦那苦笑一声 认真道 夜先生 不瞒您说 其实 其实我对皇位 并没有什么兴趣 说着 她看向夜晨 眼眶通红地说道 夜先生 其实我最大的希望不是继承皇位 而是能给妈妈一个安稳的生活 您把奥利维亚流放到海外去 妈妈的安全就已经有保障了 能不能当女皇 对我来说也已经不重要了 夜晨微微有些诧异地问她 再过三天就要继承大统了 怎么这个时候忽然打退堂鼓了 海伦那抿着嘴 尴尬地停顿了半赏 这才硬着头皮 说道 夜先生 我觉得我可能胜任不了女皇这个角色 当女皇 要牺牲和妥协的 实在的太多了 而且 而且我也不是奥利维亚那种能够狠下心来的人 夜晨以为海伦那只是单纯紧张 于是便出言安慰道 做女皇自然没那么容易 但也没你想象中那么难 毕竟你对北欧来说 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统治 也没有那么多的决断需要你去做 哪怕你做的不那么好 也不会影响北欧的实际发展 所以你只需要保持民众对你的热爱 这个女皇就已经及格了 海伦那低声道 其实 其实我是觉得 奶奶现在 既然对你这么言听计从 你完全可以先让她再做几年女皇 这样的话 我也能再多一些准备时间 夜晨看着她 开口道 海伦那 如果你想真正拥有自己的人生 眼下就是你必须抓住的机会 暂时的无法适应 不过只是一个过渡 如果连这个过渡都应对不了 那你将来再遇到一个像奥利维亚这样的敌人时 你该怎么应对 海伦那一时间无言以对 她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打退堂鼓 就是因为车队距离机场越来越近 她与夜晨的分别也越快越近 越是这样 她越是能明确的确定 自己并不想与夜晨就此化别 她不想人生与夜晨的交集到此结束 就像两条相交的直线 只是在那唯一的交点有过交集 随后便各奔东西越走越远 她想让自己命运的那条直线 在遇到夜晨的这个交点上改变方向 最好是能够从这一点开始 将夜晨那条直线紧紧缠绕起来 让夜晨以后的人生都有自己相伴 可是这种话一直堵在她的嗓子里 几次呼之欲出 但又被她强压了回去 不是她不敢向夜晨表白 只是她害怕被夜晨拒绝 若是保留这个悬念 将来起码还有一线希望可以期待 夜晨却不知她临阵退缩的真实原因 她看着海伦那有感而发道 其实一年多以前的我 和现在的你是一样的 都处在人生的最低谷 在那个时候 夜家忽然找上我 要将一个市值千亿的集团送给我 同时给我一百亿现金 那个时候我也曾退缩过 海伦那轻轻点头 柔声道 我听夜风说起过 她每次提到这件事都很生气 是夜晨淡然一笑 她肯定很生气 否则也不可能对我充满敌意 海伦那看着夜晨 问道 夜先生 你后来是怎么说服自己 接受夜家这些赠语的 夜晨自嘲道 我当时身无分文 救命恩人等着前治病 老婆在家族里又一直受人欺辱 就算我自己有些穷小子的志气 现实也根本不允许我拒绝 说着夜晨轻叹一声 感慨道 我当时想 就算不为我自己 就算是为了救命恩人和老婆 我也要收下夜家的赠语 所以我接手了那家集团 又用夜家那一百亿现金 给救命恩人支付了医疗费 然后就一步步走到了今天 而我能有今日 也多亏了夜家当初的那笔馈赠 海伦那认真的说道 夜先生 夜家当初只是给了您一家集团 和一百亿现金 但您现在的实力 已经远非这点资产所能比拟 所以我觉得 无论有没有夜家这笔赠语 您都能够成功 还真未必 夜晨摇了摇头 严肃地说道 海伦那 命运这个东西 有时候是很神奇 也很微妙的 我虽然看不到命运 到底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 那我觉得 这世上每一个人的命运之间 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正所谓迁移法而动全身 说着 夜晨又道 你想过没有 你平时一个微不足道的决定 有可能会前一默化地改变你自己 或者改变其他人的一生 海伦那茫然地说道 夜先生 我不太懂命运和命述 夜晨淡然道 如果你看到一个人 过马路被一辆出租车撞死 你可以试着把被撞死的这个人 和赵氏司机的人生轨迹 向前推十秒钟 十分钟 十个小时 亦或者十天 海伦那不解地问 夜先生 把人生轨迹往前推 是什么意思呢 夜晨淡然道 就是事发之前 他们两个人都在做什么 顿了顿 夜晨又道 有可能在出事的十秒钟之前 你刚好从路边经过 那个司机因为被你的美貌吸引 所以分了神 于是引发了那场车祸 也有可能十分钟前 你和另一个人一起打车 而那个司机就因为看你长得更漂亮 所以选择停在你的面前 而你上车之后 让他把车开到了事发地附近 所以他才发生了那起车祸 还有可能是十个小时之前 你在短视频平台上传了一条你的视频 这个行人的朋友看到了 又将这条视频转发给他 他看完之后觉得你很漂亮 所以脑子里一直对你念念不忘 甚至过马路的时候 脑子里还在想着你那条短视频 于是才导致他分神被车撞死 说到这夜晨耸了耸肩膀 道这就是我说的命运 但实际情况可能远比我说的这种更复杂 比如当初我要是没收下叶家的钱 我根本不可能买得起一辆宝马车送给我的老婆 如果我没买那辆车 我的岳父也不会把那辆车霸占了去 如果他没把那辆车霸占了去 他也不会让我给他当司机 让我开车带他去看一件昂贵的古董花瓶 说到这儿夜晨摇头一笑 自然而然的省略掉了当初在吉庆堂偶然间得到九玄天经的事情 继续说道 如果没有这些 你我这辈子都不可能有任何交集 更不可能如此时此刻坐在同一辆车里 在他看来命运就是这么神奇 一切都在冥冥之中相互影响 谁也不知道自己的一个决定 会为自己的未来造成怎样的影响 海伦娜自然听不懂夜晨这一席话背后的关系 他一脸茫然的说道 夜先生 我不明白 您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命运跟一辆宝马车 甚至一个古董花瓶联系在一起 夜晨微微笑道 你只需要知道 如果没有那辆宝马车 如果没有那个古董花瓶 我们这辈子都不会认识就够了 海伦娜一头雾水 却有些羞骚的看着夜晨 鼓起勇气问他 夜先生 您刚才的三个比方 每一个好像都是因为我的容貌 才引发了那场车祸 您真的认为我很漂亮吗 夜晨并没多想 随口说道 是很漂亮啊 无论从西方人的审美 还是从东方人的审美 你应该都算是非常漂亮的 海伦娜侧过身子 近距离紧盯着夜晨 一双大眼睛在夜色之中泛着波澜 鼓起勇气轻声问他 夜先生 如果您真觉得我很漂亮 那您愿意亲吻我吗 上门龙序 夜公子 第1749章 喜欢你 夜晨被海伦娜忽然的问题 问得一脸错愕 他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诚心诚意 跟海伦娜聊命运 海伦娜却忽然提出 这种荒谬的要求 他下意识地问道 这个跟我们聊的话题 好像不挨着吧 海伦娜狡黠地眨眼一笑 紧接着身子忽然前倾 将自己的红唇 紧紧地吻在了夜晨嘴上 紧接着海伦娜背齿 轻咬着下唇 有些羞骚地说道 夜如果没有那辆宝马车 和那个古董花瓶 我们根本不会相识 我也不会被你所救 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爱上你 更不会有刚才的那次接吻 而我的初吻也不会被你夺走 所以夜先生您说的对 命运真的很神奇 我懂了 夜晨一下子无言以对 没想到海伦娜 竟然用自己所说的命运逻辑 把自己绕了进去 他不敢留恋 唇间的香甜 无奈地摇了摇头 开口道 虽然你的行为不太合适 但不得不承认 你的基本逻辑是对的 海伦娜躲开她的眼神 休暖地微微一笑 开口道 看来我要感谢一下宝马汽车 如果不是她 我可能这辈子都没机会遇到我的心上人 夜晨无奈地说 我已经结婚了 海伦娜点点头 我知道 所以呢 夜晨恩了一声 道 所以你不用在我身上投入什么感情 我们刚认识两三天而已 你大概率是感激我对你的帮助 而未必是真的喜欢 不对 海伦娜坚定地说道 我了解我自己 我知道我是真的喜欢 绝不是被感恩之情冲昏头脑 夜晨淡然笑道 感情哪是一两天时间就能培养出来的 或许过几天你回过神来 就意识到自己不过是一时冲动罢了 不对 海伦娜再次否认道 不喜欢的人 相处一辈子也不会喜欢 而喜欢的人 有时可能只需要一次回眸就够了 您拿罗密欧与朱利叶调侃奥利维亚 但您应该知道 罗密欧与朱利叶也是一见钟情的 两人从相识到相恋 结婚 再到罗密欧逃亡 朱利叶假死 最后两人双双殉情 一共只过了五天而已 说完 他看向夜晨 红着脸道 如果我们和罗密欧与朱利叶一样的话 那我们认识了三天 现在应该已经结婚了 夜晨尴尬的咳嗽两声 开口道 那毕竟是戏剧 并非现实 海伦娜倔强的说道 戏剧能被奉为经典 传送数百年 就证明他源自生活 并且高于生活 否则的话 人们又怎么会将他奉为经典 说着 海伦娜又到 还有现代经典电影 泰坦尼克号 那艘船 4月10号 从英国出发 4月14号 就撞上了冰山 可就是这短短五天 Jack和Rose就相识到相爱 又到天人两格 如果我们和他们一样的话 现在应该已经在车里发生了第一次亲密接触 夜晨没想到 海伦娜忽然间会为了反驳他的话 变得有些咄咄逼人 他只能无奈地岔开话题道 你看 罗密欧与朱利叶一共五天 泰坦尼克号也是五天 这应该是西方剧作家一种约定俗成 当不得真 海伦娜看着夜晨 无比认真的说道 我不知道这两个故事是不是真的 但我知道 我在这短短几天内就爱上你的故事是真的 说着海伦娜又问夜晨 夜先生 昨日在夜灵山 你的那么多红颜知己 不顾生命危险 也要上夜灵山助你一臂之力 难道他们都是经过很长时间才爱上你的吗 难道他们就没有谁是像我一样 短短几天就爱上你了吗 夜晨一下无言以对 她的那些红颜知己里 除了顾秋仪是从小相识之外 其他的认识最久的宋婉婷 其实也不过就是一年多而已 认识一藤菜菜子苏之鱼苏若离的时间 其实更短 海伦娜见夜晨沉默不语 动情地说道 夜先生 我之所以临阵退缩 并非真的害怕做女皇 只是害怕做了女皇之后 没机会再跟你见面 与其这样 我宁可不做这个女皇 宁可带着妈妈去华夏生活 这样起码还能离你更近一些 夜晨收起之前打太极的态度 看着海伦娜认真说道 人这一辈子有很多远大的目标 感情充其量也只是其中之一 你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振兴北欧皇室上 就像我现在最大的目标 也不再是陪着老婆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而是要继承我父亲的遗志将夜家发扬光大 说着夜晨问他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父亲活着的时候 应该很希望你能够继承大统吧 夜晨这话一出 海伦娜心里瞬间破防 眼泪顿时滚滚而落 他想到自己那个命运多舛的父亲 为了能让自己继承大统 实现一个皇室成员最高的目标 他不惜将自己的先天性疾病隐藏了二十年 在他看来自己哪怕能做一天女皇 也算是人生圆满了 而现在自己距离他心目中的圆满 只剩下最后的三天 想到这他也终于明白 眼前的夜晨也早已不将儿女情长摆在首位 惭愧与失落加在其中 令海伦娜泪流不止 他看向夜晨一边流泪 一边点头说道 夜先生我明白了 你放心我一定会和你一样 继承父亲的遗志将皇室发扬光大 夜晨点了点头 开口道 海伦娜你刚才说我有那么多的红颜知己 但从根本上说 他们每一个人都跟我不一样 但唯独你跟我是一类人 说着夜晨表情严肃的说道 我们都曾经在大家族中养尊处优 但又在之后吃了很多寻常人没有吃过的苦 我们都曾经受到父母的吉利庇佑 同时右眼看着他们寒狠而终 而现在我们又都扛起了父亲留下来的旗帜 准备冲上父亲之前没能冲上去的阵地 夜晨说到这儿微微顿了顿 看向海伦娜 认真道 我们两个唯一的区别是 我已经做好了冲锋的准备 正所谓虽千万人 无王也 无论你挡在我面前的是什么人 有多少人 我夜晨扛起我父亲留下的这面旗帜 就绝不会再退一步 而你好像还在阵前畏畏缩缩 对是否应该冲锋犹豫不决 海伦娜看到夜晨眼中的一无反顾 心中也燃起了同样的炙热火焰 她擦去泪水 大声对夜晨说道 夜先生 我已经决定了 我要像你一样 扛起我父亲的旗帜 像你说的 虽千万人 无王也 夜晨一脸笑意的点了点头 向海伦娜伸出手去 微笑道 海伦娜 现在我们是同志了 海伦娜下意识伸出手来 与夜晨握了握 随后红着脸问 同志 那我喜欢你的事呢 上门龙序 夜公子 第1750章 还有机会再见面 喜欢我的事 夜晨微微一愣 随口说道 喜欢我的事情 暂且搁置 等你先把皇位 坐稳再聊也不迟 海伦娜忍不住问 夜先生 喜欢你这件事 和皇位的事情 有直接关系吗 夜晨点了点头 淡淡道 当然有关系 我这个人不喜欢弱者 即便是你刚才提到我的 那些那些红颜知己 他们也大都是 各大家族的家主 大家都掌握着 一定的资源和人脉 彼此之间 还有很多合作 可以开展 海伦娜听到这话 心中立刻明白了 夜晨的意思 暗想 夜先生实力这么强 又刚刚成为 夜家家主 我如果不坐稳皇位 怕是连成为 他朋友的资格 都没有 想到这 海伦娜立刻 坚定不移地说道 夜先生放心 我一定会坐稳女皇的位置 让皇室的实力 不断提升 夜晨交朋友 其实并不在意 对方的实力 甚至许多朋友 还都要靠他帮忙 之所以 跟海伦娜这么说 一方面是想 先把海伦娜的表白 应对过去 另一方面 也是希望海伦娜 能够全力以赴 去振兴北欧皇室 至于这些儿女情长 完全不必要过多操心 起码 现在还不需要操心 于是夜晨满意地点了点头 开口道 整个欧洲 有十个国家拥有皇室 除了大不列颠 皇室之外 其他的存在感都不强 尤其是在欧洲以外的地区 如果你能把北欧皇室 经营成大不列颠 皇室那样 人尽皆知 那光是这个影响力 就能为北欧皇室 带来很多 意想不到的好处 海伦娜感叹道 其他国家的皇室 跟大不列颠 确实没法比 大不列颠 女皇在位数十年 在全球范围内 都有很强的知名度 而且大不列颠 之前国力强盛 号称是日不落帝国 之前他们的王子大婚 在全球都上了新闻头条 相比之下 北欧皇室差了太多 夜晨笑道 大不列颠 确实国力强盛 但王室近些年 负面不断 受民众喜爱程度 也在不断下降 努努力不说 能取代他们 起码成为知名度 仅次于大不列颠的皇室 肯定没什么问题 海伦娜 轻轻点了点头 认真道 我会尽力的 夜晨又道 等我回去之后 也会尽量促成 夜家与北欧 在各个领域的合作 尤其是一些民众 比较关注的基础民生领域 这样也算作是你们北欧 皇室帮助北欧 做招商引资了 海伦娜急忙问道 夜先生 如果皇室与夜家合作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就有机会再见面了 夜晨淡淡道 当然 海伦娜有些担忧地说 我怕我登机之后 恐怕就不能随随便便去滑下了 夜晨微微点头 到时候等合作顺利开展 如果时间允许的话 我可能也会过来的 虽然夜晨并没有明确承诺 一定会来 但海伦娜还是欣喜地连连点头 激动地说 那就实在是太好了 说完 她忍不住感叹道 心里忽然好开心啊 最近这些年来 已经很久没有过 这种开心的感觉了 三日后 海伦娜将成为北欧的伊利亚特女皇 到那时 她便无法再以个人身份前往华夏 更不可能去找夜晨 唯一的可能就是夜晨来北欧见她 到那时 夜晨还可以像这次一样 以皇室客人的身份到访皇宫 但是 原本海伦娜觉得夜晨不会再来北欧 现在既然夜晨说了可能会来 她心里已经十分满足 此时 车队快速驶入机场 来到协和市客机停放的机库 当车队在飞机旁边停稳之后 夜晨便对海伦娜说道 行了 就送到这吧 我走了 海伦娜一脸不舍地说道 夜先生 我下车送送您吧 夜晨摇摇头 认真道 不用下车了 这里毕竟也算是公共场合 你很快就要登机成为女皇了 这时候如果在这里被其他人看到 终归是不太好解释 海伦娜迟一片刻 还是点了点头 声音带着几分哽咽的叮嘱道 夜先生 那您多保重 夜晨微微一笑 开口说道 你也一样 你有我电话 如果有需要帮忙的 直接打给我 海伦娜眼眶通红地说道 我知道了 夜先生 谢谢您 客气 夜晨笑着点了点头 推开车门 大步走上 协和客机 登上飞机之后 他在客舱宽敞的沙发座椅上 坐了下来 透过闲窗 能看到海伦娜还坐在车里 抬着头看着自己 此时的海伦娜 眼中已经沉满泪水 几次险些控制 不住哭出来 但当他发现 夜晨也在看着他时 还是强忍着 要哭的冲动 悄悄擦去泪水 笑着冲夜晨 挥了挥手 夜晨也冲他 微微点头示意 心中对海伦娜 多少也有几分同情 若不是生在帝王家 海伦娜可能一辈子 也不会经历之前的 那些磨难与痛苦 不过夜晨心里也很清楚 预待王冠 必成其中的道理 所以 他只能在心里 祝福海伦娜 能够把握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成为一位杰出的女皇 此时 夜家机组的乘务员 来到夜晨身边 恭敬地说道 少爷已经可以起飞了 您看我们现在推出吗 夜晨点了点头 道 推出吧 好的少爷 乘务员恭敬地鞠了一躬 这才转身 回到驾驶舱 将夜晨的决定告知两位飞行员 紧接着飞机引擎 开始启动 这时 牵引车拖拽着飞机的前轮 缓缓将飞机拖出机库 海伦娜的视线 一直追随着这架飞机 直到飞机使出机库 从她的视线离开 向着跑道进发 这时 海伦娜的眼泪 才终于夺况而出 夜晨走了 把北欧的皇位留给了她 但她心里 却想为了夜晨 舍弃这个北欧皇位 只可惜 舍弃皇位 与得到夜晨之间 并非等号 想到这 她便让司机 将车从机库里开了出来 随后沿着机场边缘的内部道路 将车开到了 跑道的尽头处 这时 夜晨乘坐的协和式科技 从跑道尽头腾空而起 向着东方飞去 飞机上的夜晨 并不知道海伦娜 正在下方的跑道尽头 注视着自己的飞机 她正准备 稍稍休息片刻 便接到了一藤蔡蔡子 打来的电话 开口道 夜晨君 已经陆续有30亿欧元 打到我们的账户上了 夜晨问她 知道分别是谁打来的吗 一藤蔡蔡子说道 自今是从很多海外账户转过来的 至少有上万个 我明白了 夜晨笑道 估计明天还有20亿欧元入账 到时候我再将一亿欧元等值的美元 打入你的账户 一起投到伊苏航运吧 上门龙序 夜公子 第1751章 老老实实的贵好 当夜晨在北欧的夜色中 返回华夏的时候 先前树倒湖孙散的 夜家庞系分支成员 正怀揣着一颗忐忑的心 陆陆续续的返回燕京 迎着出生的朝阳 前往夜灵山 准备向万龙殿领罪 因为万龙殿对外宣布 他们拿到了夜家 祭祖大典的名册 并且要求名册上的所有人 必须赶回来 所以这些庞系成员 只能灰溜溜的又重返燕京 先前 他们连夜逃走的时候 并不觉得自己 连夜离开燕京有什么问题 因为在他们看来 自己不过就是夜家庞系成员 不应当被万龙殿 与夜家的仇恨牵连 但是 在夜晨眼里 这些庞系成员 一个个都靠着夜家资源生存发展 有的甚至跟着夜家 吃了几十年的肉 这种关键时刻 这帮人非但 没有半点同族情分 甚至连基本的 唇王齿寒都不顾 简直比陌生人还要不如 既然他们无情无意在先 那也就别怪自己 心狠手辣在后 此时 这些夜家庞系成员 有一个算一个 都颓废至极 如丧考彼 他们还不知道 接下来等待他们的 究竟是怎样的下场 毕竟 万龙殿的威名远播 谁也不敢得罪 这样一个顶尖的雇佣兵组织 燕京的天 刚蒙蒙亮 不少夜家庞系成员 就已经赶回夜灵山下 不过 此时的夜灵山下 却没有万龙殿的人坐镇 因为所有万龙殿将士 此时还都在夜灵山上 在夜家祖坟前面 跪拜忏悔 此时在夜灵山下的 是唐四海 以及他的那些老战友 叶长英当年的旧部 众多夜家庞系分支成员 抵达夜灵山 见到唐四海 便立刻有人上前询问 唐管家 万龙殿的人呢 是不是要让我们上去 唐四海表情厌恶 语气冷峻地说道 万龙殿殿主万破君 已经吩咐过了 让你们来了之后 就都跪在山脚下等着 那人急忙问道 唐管家 万龙殿让我们回来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唐四海面无表情地说道 这个我不知道 万殿主的意思 就是让你们先跪着 具体要做什么 等他来了 你们就知道了 另外一个人 很是郁闷地说道 唐管家 万龙殿非要为什么 让我们回来啊 当年与他们 有仇的是夜长英 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与他们 又无仇无怨 他们为什么 连我们也不放过 难道就因为 我们也姓夜嘛 唐四海不屑地说道 夜天晓 你这时候想着 跟夜家撇清关系了 上个月你跑来求老爷 给你点新业务的时候 可是口口声声 说要追随老爷一辈子 还要一辈子 为老爷分忧解难的 怎么这时候又说 跟夜家没关系了 那个叫夜天晓的 夜家庞熙代表 很是不满地说道 唐四海 你一个夜家的奴才 在这跟我装什么装 我知道 你不就想嘲讽我 背叛了夜家吗 我是背叛了夜家 你呢 你现在站在夜灵山下 替万龙殿 给我们传话 怎么 你也背叛夜家 成了万龙殿的奴才了 唐四海冷笑道 我成谁的奴才 和你没有关系 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 现在我说什么 你就得听什么 如果三秒钟之内 你还不老老实实 在原地跪下来 那我就让人 打断你的狗腿 夜天晓愤怒地骂道 草 唐四海你他妈装什么逼 这里面就他妈 属你最没良心 夜长莺当年 待你恩重如山 结果你倒好 现在竟然转头 给万龙殿当起了狗 夜长莺现在 可就在夜灵山上埋着 你就不怕 他知道吗 唐四海顿时怒吓一声 来人 给我长嘴 话音刚落 那些夜长莺的旧部 立刻冲上前来 将夜天晓抓住 对着他的脸 便左右开弓 夜天晓气急败坏 怒骂道 你们 你们这帮奴才 竟然敢打我 唐四海冷声道 三秒钟时间到了 把他的腿给我废了 众多夜家庞戏听闻这话 顿时神情一临 谁也没想到 唐四海竟然有这么大的胆子 而这时候 唐四海的手下 已经将夜天晓放倒在地 其中一人拿着一根高尔夫球杆 猛然一挥杆 球杆头部的金属便直接砸在了 夜天晓的右腿膝盖上 瞬间将他的膝盖砸得粉碎 夜天晓疼得哀嚎不已 整个人疼得在地上打滚 口中咬牙切齿地骂道 唐四海 我 我他妈非杀了不可 唐四海冷声道 从现在开始 再多说一句话 我就让人 把你另一个膝盖 也砸碎 唐四海这话一出 夜天晓顿时便强忍着 剧痛与愤怒 硬撑着 将嘴闭上 其他人此时也满脸惊骇 基本上已经在心中确定 这唐四海一定是彻底投靠了万龙殿 否则怎会有这么大的胆子 直接把夜天晓这个夜家旁系成员的腿给打断 此时 唐四海看着众人 冷声警告道 你们都给我听好 所有人必须立刻老老实实地跪好 否则的话 下场就跟夜天晓一样 其他人一见如此 只能陆续跪倒在地 而所有人的心中也更加忐忑 所有人都想知道 万龙殿究竟要对他们做什么 紧接着 越来越多的夜家 庞系分支踏来 来了之后 便立刻与其他夜家庞系一样 被要求跪在地上 待到早上九点钟的时候 七百多名夜家庞系成员 已经全部抵达夜灵山 而此时的夜灵山脚下 七百多人跪成一片的场景 尤为壮观 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此时的夜灵山上 也乌鸦鸦跪了一片 万破君从昨天开始 一直虔诚无比地跪在这里 不曾有半点分心 眼看跪拜时间已经满二十四个小时 他也没有立刻起身 而是开口问身边唐四海的部下 这位先生 麻烦问一下唐管家 夜先生对我们可曾有新的指示 唐四海部下立刻与唐四海联系过后 才开口对万破君说道 少爷人还没到华夏 目前并没有什么新指示 好 万破君轻轻点了点头 缓缓站了起来 开口道 万龙殿中将士听命 万龙殿一众部下立刻恭敬地说 属下在 万破君面色坚定地说道 诸位拿好祭祖大典的名单 即可随我下山 按照夜先生指示 必须让山下跪着的那帮人 心甘情愿地拿出一半家产给万龙殿 不过你们要记好 不要透露任何与夜先生有关的讯息 明白了吗 万龙殿众人立刻高喊 明白 万破君满意地点点头 立声道 好 下山 上门龙殿 叶公子 第1752章 拿出一半资产 当万破君带领万龙殿将士 从叶灵山上大步走下来的时候 跪了一地的叶家 庞系分支成员 此时已经吓得心惊胆寒 他们对昨天叶灵山上 发生的情况一无所知 只知道叶家已经向万龙殿低头 而且还拿出了 一半的家产作为赔偿 而现在 万龙殿已经把枪口对准了他们 在他们看来 万龙殿这是要对他们的财产下手了 此时 万破君面无表情的一马当先走在最前 后面近百名 万龙殿核心将士紧随其后 万破君每靠近一步 叶家庞系分支成员的心里 就会更加惶恐紧张 直到万破君在这些人身前站立 许多人已经吓得浑身发抖 万破君看着这帮人 环视了一周 随后冷声问道 知道为什么让你们回来吗 一众人紧张地低下头 没人敢接话 万破君见此 又道 我万破君生平最厌恶的就是不忠不肖之人 你们都是叶家庞系 与叶家都有血亲 可是叶家有难 你们竟第一时间抱头鼠窜 对得起叶家这么多年来 给予你们的帮助和提携吗 叶家庞系成员听到这话 一个个君士满脸不解 他们实在想不明白 万破君怎么会在这里 质问他们为什么要背叛叶家 很多人心中暗存 在自己之所以背叛叶家 是因为不想 也不敢与万破君为敌 这么简单的道理 他万破君难道不懂 此时被打断一条腿的叶天晓 一脸谄媚地说道 万殿主 我们并非不忠不义 只是我们深知万龙殿 和您万殿主的威名 心中崇敬得很 可谁能想到 叶家竟然跟您作对 所以我们只能选择远离 万破君冷笑道 能把抱头鼠窜 说得这么理直气壮 你也是我遇到的头一个了 叶天晓赶忙说道 万殿主 在下也是切于 您与万龙殿的威严 所以才不想 在这件事情上 与叶家有任何瓜葛 说着 他又道 而且 当年叶长英 确确实实 伤害了您的父母 这件事您来找叶家讨个公道 也是天经地义 我们要是与叶家 站在一起 岂不是与您 与正义为敌了吗 万破君看着他 一脸笑意地问道 那按你的这个意思 我反而要谢谢你了 叶天小莲盲摇头道 万殿主 您言重了 您只要别怪罪于我 我就很感激了 其他叶家旁系成员 也都纷纷表示赞同 有人开口道 是啊万殿主 与您有仇的是叶家的本家 与我们这些旁系 确实没什么关系 还求您对我们这些人 高抬贵手 别把我们也卷进来 其他人也赶忙附和道 万殿主 我们不过就是 兴业而已 与您父母的死 没有任何干系 如今您已经让叶家屈服 算是大仇得报 何苦还跟我们这些小人物 过不去呢 万破君听着这些 叶家旁系成员的哀求 表情冷酷地说道 在我眼里 你们和叶家人 同在一张族谱上 自然就是一家人 既然是一家人 也肯定要为叶家人的错误 承担责任 说着 万破君冷声说道 别说我没给你们机会 只要你们和叶家一样 乖乖拿出一半资产 这件事情 我就不再追究了 否则的话 我定要让他 全家付出惨痛代价 万破君这话一出 现场顿时传来 一片哀嚎之声 拿出一半家产 这简直比周 八皮还要狠 八皮不过薄薄一层 可万破君这是要把他们 从中间劈成两半 一群人不断哀求 叶天晓更是哽咽着说道 万店主 我们不过就是叶家的庞系 您不能像对待 叶家本家人一样 对待我们啊 据我所知 叶家本家也不过 就拿出了一半资产 您怎么能用同样的条件 来要求我们 叶天晓的话 顿时引发了 其他人的共鸣 他们意识到 今天被万龙殿 勒令返回叶灵山 怕是肯定没什么好事 但没想到万龙殿的胃口 竟然这么大 让他们拿出一半的资产 对他们来说 简直比要了他们的命 还要可怕 他们这些庞系家族 无疑不是在各自的领域里 发展了几十年 好不容易才攒下了 今天这幅身家 忽然要拿出一半 谁都接受不了 万破君眼看下面 一片怨声载道 便立刻冷声说道 我不跟你们多废话 叶家的家谱 我也看到了 除了你们这次 来参加祭祖大典的 七百多人之外 你们每家 其他的子孙后代 也都在祖谱上 记载得非常清楚 如果有任何一家 不老实配合 那就别怪我万龙殿 心狠手辣了 叶家这些庞系分支 一听这话 顿时便陷入了 深深的绝望 万龙殿的实力 他们是非常清楚的 这种麾下 数万人的顶尖雇佣兵团 如果真是想搞他们 简直一如反掌 如果他们不乖乖配合的话 说不定 哪天就会死于非命 而且 即便是实力 远超他们的叶家本家 都乖乖就犯了 他们哪还有什么底气 对抗到底 毕竟 这些 庞系家族 全部加起来 实力也比不上叶家 与万龙殿更是有着天差地别 万破军舰这帮人全都吓得面色惨白 便知道他们基本上不敢不从 于是便朗声说道 接下来 我的手下会按照名册 分别跟你们每一个人具体对接 如果你们不想与我万龙殿为敌 抓紧时间跟家里人联系 赶紧把家里的资金归拢一下 待会按照要求 将资产的一半打到我万龙殿的海外账户里 乖乖配合的 万龙殿与他以后都相安无事 具不服从的 从今起便是万龙殿的死敌 众人一听这话 内心绝望的同时 也基本已经做出决定 向万龙殿妥协 钱没了可以再赚 但命没了 就什么都没了 况且 叶家族普就在万破军的手中 如果万破军愿意 完全可以让他们任何一个分支 断子绝孙 叶天晓此时绝望的哀求道 万殿主 在下的那点家业 都是一分一毛攒下来的 每一分钱都是在下的血汗钱 求您高抬贵手 骑马不要拿走那么多啊 万破军点点头 冷声道 既然你的每一分钱都是血汗钱 那我当然也可以一分都不要 叶天晓听到这话 心里激动 至于正想感谢 便见万破军此时转过身 对身旁的士兵吩咐道 把这个人全家的信息都找出来 无论你们用什么办法 一年之内 我要他们家彻底绝后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1753章 奸商 万破军忽如其来的一句狠话 让叶天晓夏的浑身一颤 他没想到万破军竟然会狠到这种程度 一句话没说好 便要让自己家里彻底绝后 而且他也丝毫不怀疑万破军的态度 毕竟此人是万龙殿的店主 当着这么多不重 以及叶家人的面 他肯定不是说说而已 更何况自己的所有身份信息 家族成员信息 全部都详细记录在叶家族谱上 跑都跑不掉 想到这 他顿时惊恐无比地说道 万店主 在下愿意配合 将一半家产拱手让出 求您手下留情啊 万破军冷哼一声 质问道 怎么 现在知道怕了 你刚才不是还说 你家里的资产都是你的血汗钱吗 我还以为你真的很有骨气 要以死来捍卫家产呢 叶天小哽叶道 刚才是在下脑子糊涂了 万店主 千万别往心里去 其实钱是身外之物 在下就算在糊涂 这个道理也是明白的 万破军面无表情地说道 既然你想明白了 那我就再给你一个机会 你要是积极配合好好把握 万龙殿便不再追究 从今起井水不犯河水 但你要是敢跟我玩小心思 当心我随时翻脸 叶天小整个人顿时一领 连忙说道 万店主放心 就算是给在下一万个胆子 在下也绝不敢跟您玩小心思 万破军没理会他 而是开口对所有人说道 如果你们想平安无事 就老老实实 把各自家庭资产的一半转入万龙殿的海外账户 只要你们花钱消灾 我万龙殿也将恪守承诺 不再追究 众人这时纷纷表态 表示愿意接受万龙殿的要求 万破军画风一转 语气严厉地说道 不过你们也不要想着糊弄我万龙殿 待收款后 我们还将安排专业的财务审计人员 对你们每个人的家庭资产进行评估 如果发现谁支付的金额达不到其资产一半的 届时必须三倍补偿差价 这话一出 每个业家分支的脸上都写满了悲哀 他们原本还以为自己完全可以对自家资产的实际情况进行一定的隐瞒 若是资产有100亿 完全可以谎称只有二三十亿 然后拿出十几亿来稀释宁人 可是如果按照万破军的说法 就算是给了十几亿 等万龙殿的审计人员评估出自家真实的资产规模 发现自己少给了三十几亿之后 就会要求支付三倍补偿 那样的话 光是补偿金恐怕就要100亿了 此时叶天晓战战兢兢地说道 万店主在下家庭净资产大概有八十亿上下 可是能调用的现金股票 加起来恐怕也只有二十亿左右 这种情况应该如何处理呢 万破军冷声道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 先把所有的股票换成现金 然后将这二十亿现金全部打到万龙殿的指定账户 等你们回去之后 立刻变卖一部分其他资产 将剩下的二十亿支付到位 叶天晓耿叶道 万店主不瞒您说 我们很多产业都是长线投资 有的项目是陆续投资很多年 投资很多资金才终于开始见到回报 若是这时候变卖 无异于杀鸡取卵 对我们的损失十分惨重啊 叶天晓这番话 引发了其他叶家旁系成员的共鸣 他们此时已经愿意拿出一半资产 但如果是这种杀鸡取卵的方式 对他们的损失将比拿出一半资产更大 万破君此时也拿不定主意 若是只为完成叶晨给的任务 那他才不管三七二十一 所有人该变卖就变卖 杀鸡取卵又如何 杀鸡取卵也得把取出来的卵交出一半来 但是他现在还不清楚 叶晨对这些同族究竟是什么态度 所以也拿不准尺度 于是便开口说道 你们先把自家资产情况交代清楚 现金不足一半的 先将现金支付到位 剩下的那部分 我们稍后会给你们一个解决方案 众人无奈只能答应下来 于是万龙殿的将士便开始 分批对这些业家旁系分支进行登记 先问清每一个人的具体资产情况 以及现金情况 登记完成之后 便要求他们先支付全部现金 当这部分资金开始源源不断汇入 万龙殿账户的时候 叶晨所乘坐的协和式客机 也终于在燕京机场降落 一落地 唐四海遍街上 他前往叶灵山 路上 唐四海将叶灵山的情况 给叶晨做了简单汇报 同时也将万破军拿不准的问题 汇报给了叶晨 问道 少爷 我来的时候 万破军托我问您一下 关于那些现金 不足全家资产一半 多数资产都在实体产业 以及固定资产里的人 到底应该怎么处理 叶晨淡淡道 对待那些认错认罚态度好的 当然也不能逼得太紧 可以先收一部分现金 至于剩下的那部分 就让他们分期付款吧 说到这里 叶晨微微顿了顿 又到这按正常来说 分期付款肯定是要支付利息的 不过既然都是叶家人 我也给他们一点面子 分期付款就不收他们利息了 不过要跟银行一样 加收一定比例的手续费 比如对方欠了我们十亿 可以分成一年十二期 或者三年三十六期 五年六十期支付 至于手续费 就每期收他千分之六 也就是每期六百万 唐四海听的杂舌 惊呼道 少爷要是按这个比例的话 一期手续费千分之六 六十七总共的手续费 就是百分之三十六了 十个亿本金 手续费就要三亿六千万 是不是太高了一点 叶晨笑道 银行信用卡分期付 不都是每期千分之六吗 我也没多收 只是向银行看齐而已 唐四海盲道 少爷说是这么说 但这利息 哦不 这手续费比例 其实还是非常高的 我怕他们根本 撑不住这么高的手续费 叶晨一副奸商模样 认真说道 撑不住也不要紧 我可以再给他们一个选择 把欠的这笔钱 按照一定的优惠力度 折算成 他们企业对应的股权 比如他企业价值五十亿 但还欠了我们十亿 正常来说 这十个亿折算成股权 就是百分之二十 但因为他们欠我们的钱 我不收他分期手续费 怎么也得收个现金 折损比例 所以怎么也得给我们 在总估值上打个八折 这样的话 五十亿的企业 打个八折就算他四十亿 十亿债务折算成股权 就是百分之二十五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1754章 借机消翻 对于这些被信弃异的叶家庞戏 叶臣早就给他们想好了 全套的处理方案 而他之所以马不停蹄地 从北欧赶回来 就是要把这些庞戏分支 一步到位地全部解决掉 唐四海听了叶臣 这一系列的打算 心中震惊的同时 也觉得格外解气 他虽然不是叶家人 但眼见那帮平日 全靠叶家帮扶的叶家庞戏 竟然在叶家生死存亡的关头 连夜逃走 他心中也是格外愤怒 叶臣想教训一下他们 唐四海也是举双手赞同 只不过唐四海没想到 叶臣竟然下手这么狠 照这架势 是真要把这帮叶家庞戏的家产 砍下一半来了 叶臣此时见唐四海表情复杂 便开口问他 唐管家 你觉得我对他们有没有太狠了 唐四海私存片刻 开口道 回少爷 若是单说惩戒的力度 确实有些狠了 毕竟是一半家产 对任何一个人来说 都很难接受 说到这 唐四海微微一顿 又道 不过 在下觉得 少爷您这么做 也是理所应当 本身他们的资产 几乎极大一部分都是 靠叶家才积攒下来的 既然他们关键时刻 背信弃义 叶家收回他们一部分资产 也是理所应当 把他们这一部分资产拿过来 对叶家也是一个极好的补充 叶臣淡然一笑 认真道 唐管家 其实我这次这么惩治他们 并非真的是为了他们手里的那点资产 我主要是觉得 这帮人对叶家的忠诚度实在太低 低到令人发指 所以必须借这个机会 下重手 好好整治一番 说到这 叶臣表情严肃地说道 这一次 我得让他们明白 他们端起叶家这碗饭 就要像古代那些藩王一样 有足够的忠君意识 谁敢跟我玩端起碗来吃饭 放下筷子骂娘那一套 我就要让他付出惨痛的代价 唐四海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感叹道老叶就是对这些庞系分支 太纵容了 总觉得他们平日里对叶家 已经足够忠诚 所以没少给他们分力 但说到底 那都是太平盛世下的假象 真出了事儿 立刻就看出他们的本性了 确实需要好好约束一下 叶臣淡淡道 他们就等于是古代皇帝 养在各个封地的藩王 想做好一个合格的藩王 就必须要有时君之路 分君之忧的基本觉悟 而且还要掌握好尺度分寸 不可威胁到君主的统治地位 更不能在君主需要的时候打退堂股 所以叶家这些庞系 确实要好好立立规矩 说着 叶臣又道 他们每一家的情况都差不多 现金只能占到所有资产的最多百分之二十 甚至有一些分支的现金储备 还不足总资产的百分之十 就算把所有现金都交出来 距离我要求的百分之五十 还有很大的距离 所以这次 我会让万龙殿先出马 逼他们签一个分期付款的协议 然后用这个协议 对他们进行深度捆绑 不过我也不会往死里逼他们 只要他们按照我的要求交出现金资产 签订分期付款协议 叶家还是可以把一部分资源给到他们 让他们继续跟着叶家赚钱的 到时候他们努力跟着叶家赚钱 本质上也是努力在还欠我的债 就这么一边让他们流血 一边又给他们输血 一边再把输的血收回来 如此循环 让他们在离不开我们的同时 又永远无法做法做强 只有这样 才能从根本上 把他们死死的卧在掌心 唐四海听到这里 一脸佩服的感叹道 少爷 您这一招确实很高 如此一来 这些庞系分支 就不再是 只会跟家里伸手的败家子儿了 硬逼着他们 也要让他们开始为家里做些贡献 没错 叶臣冷笑道 这一次说白了 就是要借机削藩 把这些藩王的实力打下去 这样一来 以后他们的日子会很难过 但我们的好日子 才刚刚开始 就在叶臣即将抵达叶灵山的时候 万破君的一众手下 已经从七百余名 叶家庞系分支的手中 拿走了超过两千亿人民币的现金 然而 这还只是叶家庞系分支 所有净资产的五分之一 按照统计 所有叶家分支的资产 加起来 差不多在一万亿左右 如此一来 几乎所有的叶家庞系分支 都已经拿出了自己所有的现金 但还欠了万龙殿 至少百分之三十的个人资产 就在这些人 不知剩下的这部分 该如何是好的时候 万破君已经收到了叶臣的指示 开口说道 我看你在现金上 都还有很大的空缺 接下来你们打算 怎么支付剩下的这部分 众人顿时鸦雀无声 谁也不敢搭他的话茬 因为谁都知道 剩下的路只有一条 那就是叶卖资产 来筹钱救命 叶卖资产 说起来容易 但实则是 最不划算的一个方法 因为 但凡是叶卖的资产 都要自降身价 大打折扣 才有可能快速出手 市价一千万的房产 想按一千万卖出去 可能需要一个月 但如果想在一天之内变现 至少也得把价格压到九百 甚至八百万才有可能 资产会打折 但是债务不会 所以这样一来 他们的损失就会远超原本的百分之五十 而且变卖资产更要命的是 会严重破坏他们原本的收入结构 就拿叶天晓来说 他有一家在国内名气很大的建材企业 其生产的各种建筑材料 大都直接供应给了叶家 在全国的地产项目 以及生产基地 这家企业靠着叶家的帮助和扶持 现如今年销售额已经突破百亿 净利润也有十几个亿之多 可以说是一直能下金蛋的母鸡 但眼下如果被逼变卖 那不但资产出售的价格会大打折扣 叶天晓自己也将彻底失去这个营收来源 无异于杀鸡取卵 其他人的情况也都大差不差 谁都拿不出那么多的现金赔给万龙店 而且谁都不想低价变卖自己的核心资产 万破均将这些人的表现收入眼底 心中知晓 他们最怕的就是逼他们变卖资产来凑够赔偿 于是便开口道 你们也别说我不给你们留活路 现在你们欠的所有资金都可以进行周期一到五年的分期付款 一听说可以分期付款 所有人都大松了一口气 可以分期付款 就意味着他们不需要变卖自己的资产 可以利用自己的资产赚钱慢慢还债 这样对他们来说也不至于伤金动骨 但谁也没想到 万破均紧接着诱导 不过分期付款可不是无偿的 你们最少可以分两期 最多可以分六十期 但每分一期就必须缴纳总金额的千分之六 作为分期付款的服务费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1755章 谁跟你是自己人 万破均的话 顿时在七百多名叶家庞系成员中 引发了一阵骚动 这些叶家庞系成员 虽然不是最顶尖的企业家 但是他们比那些无脑乱刷信用卡分期的年轻人 还是要精明的多 那些无脑的年轻人 自以为分期付款是一件非常划算的事情 但殊不知银行早就已经把他们的心态吃得透透的了 每期分期还款的利率是千分之六 看起来一万块钱分十二期 一个月也只需要多还六十块钱 但一年十二期就是七百二十块 相对于一万块钱的本金 分期一年的年利率是百分之七点二 这还只是一个粗略的计算方法 要知道 一万块钱并非一年之后一次偿还 而是分十二期按月偿还 每一期的本金都在减少 但利率却是固定按照一万块钱本金计算的 这要是算下来 实际利率甚至超过了百分之十三 这个利率在金融市场 堪称是暴利了 这些业家庞系成员 每一个人都有关系 非常好的银行和资方 他们如果真想贷款的话 轻轻松松就可以拿到实际年化 利率低于百分之五的大额贷款 所以一听万破君给的这个分期方案 心里都忍不住破口大骂其黑心 于是有人开口说到 万店主 我的现金全部给出去之后还差二十亿 求您宽限我一天的时间 只有一天的时间 我就能够通过抵押贷款 把这二十亿打到您的账户 其他人也纷纷附和 是啊万店主 只要给我们一天时间 我们就能办下来抵押贷款 求您多宽限一点时间吧 万破君冷声道 宽限是不可能宽限的 你们每个人都必须在一个小时之内 把所有的欠款补齐 否则的话就必须签订分期付款的协议 这些叶家的旁系成员 一个个顿时愁眉苦脸起来 这时叶天晓脱口说道 万店主 我愿意分期 众人没想到 叶天晓竟然第一个屈服 心中正要鄙视 只听叶天晓接着说道 我愿将所有欠款分成两期 两个月内 我一定把这笔钱尽数补上 其他人一听这话 顿时直拍大腿 他们之前光被这千分之六的 分期手续费下注了 但忘记了 其实完全可以选择最少的期数 分成两期的话 就只需要支付两个千分之六 加起来也就是1.2% 如此一来自然就舒服了许多 于是一众人纷纷开始积极表态 有要分两期的 也有要分三期的 最多也就愿意分成六期 再多就没有了 万破君不禁皱起眉头 心里也猜出这帮人的意图 他们肯定是想先尽可能少分期 然后抓紧时间筹措资金 把这个分期付款的窟窿填上 这样也就能摆脱分期付款的 高利率陷阱了 可是万破君此时也不知道 具体该如何规定 叶晨也没告诉自己 分期付款这条路 到底在具体的分期期数上 怎么做要求 就在他不知该如何定义的时候 只听一个熟悉的声音 打声道 万店主 我建议你还是给一个 固定的分期比例 所有支付不了现金 选择分期付款的 都必须选择最少六十七分期 尚不封顶 所有人立刻寻声望去 只见叶晨已经在唐四海的陪同下 大步走了过来 这些叶家庞系成员认出了叶晨 顿时有人破口大骂 妈的叶晨 你到底什么意思 联合别人坑自家人 是吧 草 真没想到 你作为叶长英的儿子 竟然当了别人的走狗 叶晨 你他妈的 到底是不是叶家人 连自家人都坑 你算他妈什么东西 也难怪这帮叶家 旁系成员不愤怒 原本 他们想在两三期 分期内就解决问题 那样的话 利息也没有多少 但叶晨一开口 就建议万破军起步六十七 这简直就是要人的命 一期利率是千分之六 六十七 那就是百分之三十六 按照本金越还越少的方法计算 这六十七折算下来 实际利率超过百分之一百 所以 他们自然不会对叶晨 有任何好态度 此时 这帮叶家庞系成员 都将叶晨 视作了叶家的汉奸 再加上他们 从一大早就跪在这里 而身为叶家嫡子嫡孙的叶晨 竟然大摇大摆地走过来 还大言不惭地 要从他们身上割肉 所以他们自然也没有任何好态度 万破军眼见这帮人 竟然敢骂叶晨 顿时怒发冲冠就要招呼 万龙殿将士长嘴 叶晨这时候 却冲他微微摇头 淡淡道 万殿主先不必理会 这帮小人的乌言晦语 还是先让他们把67分期的协议签了再说 万破军知道叶晨这是响眼上一段 于是便配合地点头说道 你说得对 既然这样 那我就吩咐人去准备合同 叶晨忙道 万殿主不必这么麻烦 现在电子合同只要经过合规的电子签名 就和纸质合同一样具备法律效力 我刚好认识一个美国回来的大律师 不如我让他做一份合约范本出来 到时候只需要填写好甲方乙方的信息 进行电子签名就可以生效了 省时省力 而且还绿色环保 叶家庞系分支成员 听到这话 一个个都气炸了 叶天晓忍不住 怒骂道 叶晨 你 你这畜生 专门帮外人坑自己人 你简直丧尽天良 禽兽不如 叶晨冷笑道 谁跟你是自己人 你配吗 叶天晓咬牙道 我们可都是叶家子孙 不是自己人是什么 其他的叶家庞系成员 也都一份填膺 有人痛骂叶晨臭不要脸 也有人痛骂叶晨认贼做父 总之 这帮叶家庞系成员 此时已经恨疯了他 叶晨对这些辱骂丝毫不以为意 而且还一脸淡然的反问 你们口口声声 说我背叛了自己人 你们既然是自己人 那前天晚上 你们跑什么 叶晨一句话 问的在场 七百多人呆立当场 不知如何回应 叶晨接着反问 既然是自己人 为什么叶家有难了 你们一个个 不顾祭祖大典 不顾叶家同族情分 甚至不顾有人 要将叶家祖坟抢走 七百多人一晚上 跑了个干干净净 我他妈就是在燕京城 放出去七百多头猪 他们也不可能 一夜之前全跑出燕京 反观你们这帮无耻之徒 一个个跑得比狗还快 一夜之间全都跑出了燕京 这其中还有跑得最快的 甚至都他妈连夜坐飞机 离开华夏了 我问你们 你们连夜逃跑的时候 怎么不觉得我们是自己人 上门龙旭 叶公子 第1756章 不给他们留任何活路 叶臣的反问 让叶天晓 顿时哑口无言 其他那些刚才还一份填膺的人 此时此刻也都瞬间捏了下去 他们心里其实非常清楚 前天他们连夜逃离燕京的时候 就是完全不顾同族情分 一点也不想被叶家连累 所以这时候叶臣在万破军面前 坑了他们 他们也只能打碎了牙齿往肚子里咽 不过他们此时一个个 已经在心里恨封了叶臣 眼看这帮同族的表情 都好似要吃了自己 叶臣一点也不觉得别扭 反而一脸的怡然自得 更是将这帮人气到吐血 很多人甚至在内心深处 暗自盘色 等这件事情风头过去之后 一定得想办法 好好教训教训叶臣 万破军这时候开口表态 我觉得六十七的分期付款 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这样一来 你们这帮人 也就不用有太大的资金压力了 说着他毫不犹豫的一挥手 脱口道 既然这样 那你们就全部统一签六十七的 分期付款合约 合约也全部采用电子签约 方便快捷 就这么定了 抓紧时间落地 在场的业家 庞系成员 顿时一片哀嚎 六十七分期付款 实际利率接近百分之一百 如此一来 最后实际交给万龙电的 就不是百分之五十的资产了 而是至少百分之七十 唯一的好处是 这其中一大半都是分期付款 虽然利息很高 但是给的时间也比较宽裕 相当于是一边赚钱一边还账 如此一来的话 他们未来五年之内 基本上都是在帮万龙电赚钱 短时间内绝对翻身无望 叶天晓看着万破君 不由自主地哀叹道 万殿主 您何苦再让我们签一份合约 就算是没有合约 我们也不敢赖万龙电的账啊 叶天晓的这一席话 其实是问在了万破君的心坎上 他心里也很纳闷 叶晨既然想让万龙电出面 做这种见不得光的事情 那就直接把这一切 都交给万龙电即可 由万龙电出面要账 这帮人绝对不敢不给 可是奇怪就奇怪在 叶晨让万龙电来做这种 威逼利诱的事情 却还非要让他们签一份协议 这就让万破君多少 有些搞不明白 叶晨也看出万破君的不解 于是便开口道 万电主 未来他们的债务 要持续不断的偿还五年 这五年里 很容易出现各种变故 说着 叶晨又道 如果没有合同 这一切都要靠万龙电亲自催收 而有了合同之后 除了万龙电亲自催收之外 还可以通过法律手段催收 这样就能两手一起抓了 随后 叶晨看了看 这帮叶家 旁系分支成员 开口道 我担心他们未来几年时间里 会因为经营不善 从而无法继续支付 这笔分期付款 到时候他们破罐子破摔 万龙电也没有任何办法 另外 我还担心他们会悄悄转移 资产逃走跑路 如果他们真跑路了 万龙电一时办会 恐怕还真的很难解决他们 不过 如果有合同的话 只要他们有任何风吹草动 我都可以通过法律途径 来维护万龙电的权益 到时候我可以直接将合同提交给法院 申请冻结他们所有的资产 让他们一毛钱也带步走 不仅如此 到时候我还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届时将直接查封他们的所有资产进行拍卖 再把这笔钱拿回来还给万龙电 常言道有备无患 这样的话 基本可以确保万无一失 叶家庞系成员一个个脸色惨白 他们没想到 叶晨竟然会如此算计他们 他的这些要求 几乎没给叶家庞系成员任何活路 一旦他们签了这份协议 就等于签订了苛刻的卖身器 未来自然翻身无望 万破君这才明白 原来叶晨考虑问题比自己全面的多 于是他便毫不犹豫的说道 没问题就按你说的来 叶晨又道 既然是签合同 就必须得有一个合法的收款主体 这样的话万龙电就不适合出头了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用一家国内的企业作为收款方 让他们直接将款项打到这家国内企业的账户上 说着叶晨好像想起什么 又道 对了 刚好我在金陵有一家地豪集团 如果万电主不嫌弃的话 完全可以把地豪集团当成这个收款主体 让他们把钱都打到地豪集团账户上 万破军立刻便明白了叶晨的意思 于是他顺水推舟的点了点头 开口道 既然如此 那就用你的地豪团作为收款方吧 钱先打到地豪集团账户 再通过其他方式支付给万龙电 叶晨立刻说道 这是当然 说着 叶晨又道 既然是用地豪集团作为收款方 那地豪集团与这些叶家庞系家族之间 就必须要有一个债务合约 这也是我为什么建议 你让他们签下电子协议的原因 要确保这一切的合法性 这样将来对不公堂的时候 才有足够的把握 叶家这些庞系成员 此时恨不得将叶晨生死活泼 因为这家伙 不但给万破军递上了宰杀自家亲戚的刀子 还告诉他从哪下刀最快 最准 最狠 一时间 所有人都将叶晨视为了不共戴天的仇敌 心里不断琢磨着 将来该如何报复叶晨 让他付出惨痛的代价 而此时的叶晨 直接给韩美晴的儿子保罗打了个电话 电话里 叶晨把合约的需求详细跟保罗说了一遍 不过他没有提及更多细节 甚至也没提及叶家与万龙殿 只是让保罗按照自己的需求 抓紧时间出一份电子版合约 保罗本身就做了多年律师工作 基本上什么样的合约 他都有一个非常严谨的范本 也知道了叶晨所有的需求之后 他直接将自己一份分期付款的合约模板 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改 随后便将合约发给了叶晨 叶晨将合约拿到手之后 大概看了一遍 发现其中并没有什么问题和bug 这才将合约交给了万破军 万破军拿到合约 便立刻开始要求 所有叶家庞系分支签署协议 这些叶家庞系哪敢拒绝 于是纷纷完成了电子签署 而协议中的甲方便是叶晨的地豪集团 叶晨的地豪集团 一下子拥有了超过三千亿人民币的债务 规模超过整个地豪集团的市值 按照合约内容 三千亿被分成五年六十七偿还 所以往后五年里的每一个月 这帮叶家庞系成员 都将支付给叶晨五十亿人民币的本金 以及十八亿人民币的分期付款手续费 而这笔钱 他们将雷打不动的偿还五年 上门龙序 叶公子第1757章 向列祖列宗忏悔 就在叶晨搞定叶家庞系分支 所有分期付款协议的时候 威廉·罗斯柴尔德家族也砸过卖铁 将剩下的资金支付到位 仅仅是一个祭祖大典的功夫 叶晨就增长了五十亿欧元现金 两千亿人民币现金 以及本金超过三千亿人民币 五年利息超过两千亿的债务 叶晨终于明白 为什么历史上很多帝王都特别喜欢 盘剥各路藩王 甚至经常将各路藩王抄家问斩 主要也是因为这些藩王 一个个就是一栋金库 肥得流油 若是他们忠于君主 那道一切都好说 可如果他们连基本的中军 思想都没有 那不抄他们的家还等什么 如果现在不抄他们的家 削减他们的实力 搞不好什么时候 他们就打起皇位的主意了 万破军陪着叶晨演了半天的戏 眼见现在尘埃落定 便来到叶晨面前 在他耳边 低声问道 叶先生 您准备什么时候 告诉他们实情 叶晨随口道 不急 现在事儿还没完 你稍后让他们所有人 从叶灵山脚下开始 三步一叩手 给我爬上叶灵山 我在叶灵山上等着他们 万破军忙道 叶先生 从这里三步一叩手爬上去 估计至少也要半天时间 怕是等他们爬上去 都已经天黑了 要不您先回去休息 等他们完事了 我再去接您过来 叶晨摇摇头 但然道 不必了 我就在山上等着他们 他们爬上去的这段时间 我也正好陪陪我的爸妈 等他们爬上去之后 我再揭开谜底 说着 叶晨又道 破军 你也别在叶灵山待着了 先去给你父母 寻一个好墓地 尽早让两位入土为安 这边留一些人手就好 万破军昨晚 在叶灵山跪拜整夜 虽然是心服口服 心甘情愿 但因为父母的官国 也在叶灵山上 所以他心里对父母 还是十分愧疚 原本就想着 尽快能让父母入土为安 但叶晨没有发话 他也不敢开口 现在叶晨主动说了 他心中自然是万分感激 于是 他感动不已地说道 谢谢您叶先生 那我就先下山 去操办父母的后事 有任何需要 您随时吩咐 万龙殿中将士 或者直接给我打电话 我一定进最快速度赶过来 叶晨微微一笑 开口道 不必了 你尽管去忙你的 这次你贸然 把你父母的官国起出来 扰了二老清静 确实过于草率了 重新入土为安 还是好好操办一下 也算是个弥补 万破军惭愧不已地连连点头 他何尝不知道 自己的草率与不孝 心里早就后悔无数次 现在只想着尽全力去弥补 所以听到叶晨这番话 心中更是惭愧不已 连忙道 叶先生您说的对 属下一定好好操办 叶晨微微点头 开口道 这边的事情 你就不用操心了 待会儿跟叶家这帮人说一声 就说叶灵山上的事情 一切都交由我来定夺 然后你就可以先走了 万破军忙道 属下这就照办 在叶晨和万破军说悄悄话的时候 叶家这七百多号旁系成员 一直都在忐忑不安地悄悄打量两人 此时他们心里想的是 叶晨肯定是在向外破军进谗言 不知道又在憋着什么坏 在他们看来 叶晨已经俨然如当年的汉奸 一般可恶 这时候万破军来到众人面前 朗声说道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接下来这里的所有事情 都交由叶晨全权定夺 你们一切都要听他吩咐 不得有半点忤逆 否则的话 我绝对不会饶了他 万破军此话一出 叶家这帮人一个个 几乎当场崩溃 原本他们还以为 叶晨不过就是投降了万龙殿 做了万龙殿的走狗 但没想到 万破军竟然对他这么重视 就在他们目瞪口呆的时候 叶晨走到万破军身边 开口说道 你们这帮叶家子嗣 关键时刻至家族安危 以及祖坟内埋葬的 列祖列宗于不顾 要是不让你们付出足够的代价 列祖列宗在天之灵 恐怕都不会同意 所以从现在开始 我要你们每一个人 三步一叩手 给我跪着爬上叶灵山 亲自去向山上 埋着的列祖列宗忏悔 叶晨华刚出口 七百多叶家庞系成员 一片哀嚎 他们已经拿出了 几乎所有的现金 还签下了 堪称卖身器的 分期付款条约 可以说已经损失了 大半身家 可即便是如此 他们也还没能过了这道坎 现在叶晨 竟然还让他们 三步一拜上叶灵山 也不是要往死里折磨他们吗 叶灵山虽然已经 被叶家彻底开发过 从山脚到山上的陵墓 也有平整的水泥路 但一路蹒跚上去 也有三五公里的路程 三步一拜的话 差不多也就是 两米多不到三米 就要磕一个头 这么算下来 至少要磕一千多个头 才能上去 三步一拜的流程 本就繁琐 动作麻利一点 一分钟内 也就能完成两三次 这么算下来 每五六个小时 别想上去 要是万破君提出这个要求 他们一个屁也不敢放 肯定是二话不说 就赶紧开始一路磕头往上爬了 但这话从叶晨嘴里说出来 这帮叶家庞系成员 一个个顿时怒不可乐 有人直接怒骂 叶晨 你他妈不要欺人太甚 你也不撒泡尿看看 你算什么东西 在万殿主面前 狐假虎威 你他妈跟汉奸有什么区别 也有人坏心思多 故意想引发叶晨 与万破君的矛盾 便指责道 叶晨 你爹叶长英当年 可是害死万殿主父母的罪魁祸首 万殿主就算养十万条狗 也轮不到你在这里狂吠 更有人厚颜无耻地脱口而出 就是 万殿主 您说什么也不能听信 这个卑鄙小人的谗言 叶家可是您的杀父仇人啊 他竟然当着您的面 让我们跪着去拜叶家先祖 其心可诛啊 万破君儿听着眼前 这帮人的言论 心中震惊的同时 也不禁暗存 我之前还隐隐觉得 叶先生对这些同族 似乎太狠了一点 可是现在我才明白 这帮人完全就是罪有应得 若是换作我 眼见他们这幅嘴脸 真是杀了他们的心都有了 想到这 万破君愤怒无比 立刻冷声喝道 放肆 我刚才已经说了 这里一切交由叶先生定夺 你们竟敢公然抗命 到底是何居心 叶家众人吓得顺身一抖 万破君对着身边 几名将士吩咐道 把刚才说话 侮辱叶先生的人都给我揪出来 一人抽一百个耳光 不 抽五百个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1758章 不装了 摊牌了 万破君为人 最重情义 这也是万龙殿 能够经营至今 并且成绩不飞的 关键所在 他原本就为叶晨 能体恤他父母 需要入土为安的事情 对叶晨感激涕零 而紧接着 又眼见叶家庞戏成员 这副无耻嘴脸 心中已然愤怒至极 也正是因为 他的愤怒 让他一不留神 将叶先生 三个字脱口而出 而且还连说了两遍 这一下便使得 这些叶家庞戏成员 扎摸出了 非同寻常的味道 如果说是叶家 彻底放弃抵抗 向万龙殿 拱手投降的话 万破君 将叶晨成收为走狗 那倒也没有什么 不好理解的 可是 万破君忽然将叶晨 尊称为叶先生 这似乎 就有些不对劲了 不过 还没等他们 过多惊讶 万龙殿多名将士 便冲入人群之中 将刚才那几个 大言不惭的家伙 全部拖了出来 紧接着便是 如鞭炮一般的耳光声 接连响彻整个山谷 万龙殿这帮将士 一个个都是舞蹈高手 他们的手臂力量 几乎不亚于 甚至高于 一头成年猛虎 真要是一个巴掌 没搂住 恐怕就有可能 让对方一命呜呼 叶晨虽然对这帮叶家 旁戏成员非常不满 但是还没有想过 要夺他们的性命 于是 他便开口制止道 行了 不必打了 叶晨只是淡淡地开口 说了这六个字 那些万龙殿的将士们 一个个便立刻停止了 手上的动作 这一幕 更是让这帮叶家 旁戏成员 惊讶万分 如果说刚才万破君 对叶晨恭敬地叫出 叶先生三个字 让他们有些想不明白 那这几名万龙殿将士 竟然对叶晨 言听计从的表现 就足以让他们 大跌眼睛了 几乎每一个叶家旁戏成员 都在内心深处 问了自己 一个直及灵魂的问题 万破君 以及万龙殿将士 为什么对叶晨这么尊重 难道就因为叶家 把一半的资产 拱手让给了万龙殿吗 这好像不太现实 从来没有听说过 哪个侵略者 在侵略得逞之后 却对受害人尊重有加的 一般来说 但凡是侵略者 都是毫无底线 毫无信誉的 他们会先向受害者 提出第一步要求 如果受害者照做的话 他们不可能善罢甘休 只有可能变本加厉地 再提出第二步要求 第三步要求 直到将受害者所有的价值 全部榨干 就算他万龙殿 信誉很高 在叶家拿出一半资产之后 便说到做到 不再为难叶家 但也绝对上升不到 对叶家如此尊重的地步 所以他们都想知道 这背后到底藏着 怎样不为人知的隐情 这时候 叶臣看了看这些 瞠目结舌的叶家人 清了清嗓子 开口道 本来想的是 等你们一路跪着 爬到山顶之后 再让你们知道实情的 不过既然你们 一个个都起了疑心 那我就干脆不装了 摊牌了 七百多名叶家旁系成员 一个个浑身一鳞 目不转睛地盯着叶臣 等待着他的下文 可是还没等到叶臣说话 一旁的万破君 一脸惭愧地单膝跪地 自责无比地说道 属下刚才一时冲动 没有管好自己的嘴 还请叶先生责罚 卧槽 什么情况 万破君竟然给叶臣跪下了 他刚才是不是还自称属下 什么意思 难道万龙殿归顺叶臣了吗 下面的叶家人 一下子炸开了锅 他们认谁也没有想到 事情竟然会往现在 这个方向发展 这简直就是 他们最最想不到的 一个发展方向 这种感觉 就好像你从百米高楼上 丢下一块板儿砖 你想过它可能会砸到人 砸到车 砸到小动物 亦或者砸到花花草草 但你敢想这块板儿砖它 不但没掉下去 反而直接颠覆地心引力 导着往上飞 一直飞出大气层去吗 这帮叶家旁系成员 此时就是这种感觉 震惊早就不足以形容他们的心态 他们已经开始觉得 这个世界荒谬至极 荒谬到已经充满了魔幻色彩 大家就是害怕万破君 才仓皇逃离的 谁他妈能想到 万破君竟然成了叶臣的手下 这时候叶臣毫不在意地对万破君摆了摆手 但然道 没事 总是要摊牌的 无非就是早些晚些罢了 说完 叶臣看向这七百多叶家旁系成员 冷声质问道 你们是不是觉得 叶家在万龙殿面前 必然会失败 下面七百多人 无人感应 叶臣又问 你们是不是觉得叶家这次在劫难逃 所以你们才迫不及待要跟叶家撇清干系 七百多人神色慌张 依旧没人敢开口搭话 叶臣在问 你们是不是觉得反着自己的翅膀早就硬了 哪怕叶家这次彻底完蛋 也不会影响到你们的将来 七百多人中 不少人已经开始慌忙擦拭额头的冷汗 叶臣这时冷笑一声 表情带着十足的蔑视 立声道 你们这帮目光短浅 鼠目寸光的数字 可曾想过 我叶臣不但能救叶家于危难 甚至还能将万龙殿收入麾下 众人被叶臣这一声呵斥 吓得浑身一阵颤抖 他们这时候才意识到 自己究竟错过了什么 若是当时别跑 与叶家一起坚守叶灵山 那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功臣 可他们却没有一个人看好叶家 而且没有一个人顾及同族关系 以及叶家的恩情 一个个全部抱头鼠窜 现在到了叶臣秋后算账的时候了 叶臣见这帮人一个个面露惊恐 却不敢言语半生 满脸鄙夷地说道 而今我已经是叶家家主 而你们这些同族也让我意识到 什么叫人心格肚皮 当初叶家帮助你们扶持你们 完全就是养虎为患 众人听闻叶臣已是叶家家主 一个个更是惊得说不出话 很多人在心里已经开始痛骂 自己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大傻逼 自以为是躲开了一场滔天浩劫 却没想到躲开的竟是一场颇天富贵 叶臣此时继续说道 俗话说 数字不足与谋言 像你们这样关键时刻 毫无担当地拉近 我就该借他人之手 快刀斩乱麻地把你们全部干掉 而我竟然还天真的顾及同族情面 想留你们一条命 也留你们的家族一线生机 这简直就是妇人之人 万破君此时立刻抱权说道 叶先生 只要您一句话 我万破君拿命担保 这七百多人 一个都不可能活着走出叶灵山 而这个罪名 万龙殿也愿为您尽数全单了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1759章 争先恐后 当叶臣说 自己妇人之人的时候 这帮叶家旁戏成员 还觉得叶臣简直厚颜无耻到了极致 但是 当万破君配合着叶臣 如此一场疑合之后 他们顿时又都吓得几乎瘫软在地 万破君的话 让他们明白了一个基本道理 那便是 如果叶臣很下心了 要他们的性命 万破君是一定会照办的 而且 对万龙殿这种 扎根海外的雇佣兵组织来说 他们根本没有什么法律观念 大不了跑到战乱地区 谁也不能把他们怎么样 于是 这帮人也不知道是谁 掀起了头 纷纷跪在地上一边磕头 一边哀求 叶臣 是我们诸狗不如 求你再给我们一个机会 从今往后 我们一定对叶家忠心不二 就算是天塌下来 我们也不会再逃走 叶臣 你怎么出发我们 我们都心甘情愿 认罪认罚 只求你看在大家 毕竟是同族的份上 留我们一条狗命 将来我们也好为叶家将功赎罪啊 是啊叶臣 大家毕竟都是同族 本是同根生 相间何太极啊 我们就算千错万错 也只是胆小怕事 贪生怕死 从来没有要害叶家的心 也求你能饶过我们这一次 叶臣眼见这一众人 泪流满面的样子 表情冷峻地说道 既然都是同族 饶你们一命 不是不可以 但你们必须 先从这里三步一叩手 给我爬上叶灵山 向叶家先祖 忏悔过后 我在考虑是不是 对你们网开一面 说着叶臣又道 你们给我听好 最先上去的那百分之五十 我暂时不多做惩罚 但排在后面的那百分之五十 上去之后 再给我跪上二十四小时 此话一出 一名叶家庞喜成员 激动地脱口说道 我爬 我这就爬 说完 立刻向着叶灵山的方向 磕了个头 随后站起身来 大步迈出三步 扑通跪在地上 又磕了一个 其他人眼见如此 一个个也争先恐后地说 我也磕 我也来 一时间 所有人都疯了一班 朝着叶灵山上三步 一叩手的一路跪拜 叶臣让万龙殿将士 盯着这帮人 以防止他们偷奸耍滑 自己便没再理会 这帮人 一个人迈步上了叶灵山 此时的叶灵山上 叶家那帮人还在老老实实地跪着 眼见叶臣回来 一个个眼神中都带着恐惧与敬畏 叶老爷子 他又睡了 都去哪儿了 此时也在山上 见叶臣来了 急忙迎上前来 开口问他 臣儿 北欧那边的事情还顺利吧 我已经看到新闻 北欧女皇已经正式宣布 废除那个奥利维亚的皇位继承权 同时宣布要在三天后 把皇位传给海伦娜 叶臣点了点头 淡淡道 北欧那边已经搞定了 等海伦娜登基之后 叶家就会正式与北欧皇室 开展商业合作 届时 我会派出一支商务团队 过去跟海伦娜面谈 叶老爷子一脸赞叹地说道 臣儿 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让北欧皇位一主 让整个北欧皇室的格局大变天 全世界恐怕也只有你能做到了 叶臣对老爷子的马屁并未当真 只是一脸淡然地说道 北欧皇室将是叶家蔚来 进军欧洲的桥头堡 所以相关合作一定要快速推动 抓紧落地 绝对不能有任何差池 而且这次去北欧 不能全部由职业经理人组队 还是要有咱们叶家的嫡系成员 方能显出重视 所以要选一个合适的人过去 叶老爷子连连点头 那是自然 臣儿 这件事情 你看是你亲自去一趟 还是我带你去一趟 叶臣想了想 开口道 海伦娜毕竟是个年轻的女孩子 恐怕跟您沟通会有些带勾 跪在人群中的叶长敏 急忙自告奋勇地说道 臣儿 要不就让我去吧 我跟海伦娜也算是熟悉 再说你不是让我在这跪三天吗 我还有两天就完事儿了 叶臣看着一脸谄媚的叶长敏 微微皱了皱眉 他自然知道叶长敏的意图 无非就是抓紧时间讨好自己 另外也抓紧时间在自己做主的叶家 拥有一席之地 不过他对叶长敏确实提不起什么好感 虽然这一次他表现得还算不错 但叶臣也不打算这么早就给他机会 正此时 他看到叶老爷子身边的小姑叶长秀 便开口道 小姑 要不就辛苦您带队去一趟吧 你跟海伦那应该也是认识的 我叶长秀有些没底地说道 尘儿 我这么多年大多数时间都是享福教子 很少参与商业活动 这么大的事情 我怕我会拖后腿吧 叶臣认真道 我让您过去 只是代表叶家表示一下诚意 具体的合作细节 到时候会有咱们的职业经理人团队完成 而且皇室那边肯定 也有他们的职业经理人团队 来和我们这边对接 海伦那虽然是北欧女皇 但真正的业务她可能只是拍板 细节也不参与 所以到时候 您就负责和海伦那交流感情 剩下的事情 交给双方的职业经理人团队完成就可以了 叶长秀听到这里 才终于放下心来 点头说道 行 那我就带着经理人团队去一趟 叶臣微微一笑 说道 那就辛苦小姑了 叶长民此时一脸的失落 原本以为自己是最合适的对象 毕竟自己即便嫁人多年也一直没闲着 几乎一直都在参加各种商业活动 叶家的事情更是没少参与 可谓是经验丰富 但没想到叶臣却把这个机会交给了自己这个 显有什么商业经验的妹妹 而跪在叶长民旁边的叶峰 表情更是难看得要死 他此刻的心里 简直郁闷得要死 妈的 海伦那原本是我的未婚妻 现在竟然马上就要成北欧女皇了 要是我跟他的婚约还在的话 现在岂不是要成北欧王国的公爵了 妈的 早知道叶臣有这么大本事 我他妈抢破头 也要跪着舔他 怎么能一上来就对他冷嘲热讽 真他妈瞎了 我的狗眼 叶峰的父亲叶长空更是郁闷至极 心中暗存 本来差点娶了北欧女皇当儿媳妇 结果现在儿媳妇跑了不说 我他妈还要在这里守校三年 这不是日了狗了吗 这不是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1760章 极权 后悔的叶家人 远不止叶长空与叶峰 跪在这里的每一个叶家成员 此时心中都已经后悔至极 若是早知道叶臣有这么大的能耐 他们死也不会得罪他 更不会悄悄买了校衣 密谋着向万破军投降 现在的他们就好像抗战胜利后的那些汉奸 一个个除了后悔之外 更多的是无地自容与无可适从 此时此刻在叶家人的身后还跪着两个人 这两个人便是苏家的苏成峰以及苏首道父子二人 原本在万龙殿跪满一天一夜启程下山的时候 他们也已经到了时间 但苏成峰偏要拉着苏首道继续跪着 非要跪到叶臣来了为止 此时两人亲耳听说叶臣竟这叫海伦娜送上北欧女皇的宝座 心中军事惊骇无比 叶臣的眼神也瞥向了他们俩 开口问道苏成峰 苏首道你们两个怎么还在这里 苏成峰急忙说道 回叶少爷 您没来我们哪敢随便离开 叶臣笑了笑 随口道 行了你们两个人都不用在这里演了 赶紧回去准备准备 各奔前程去吧 说着叶臣想到奥利维亚 开口道对了苏成峰 我给你未来在马达加斯家的庄园找好了一批长工 这其中就有北欧皇室的奥利维亚公主一家三口 到时候就把他们当成以前的黑奴 种棉花砍干这之类的事情 就都交给他们去做 苏成峰不禁一个哆嗦 心中暗存 这个奥利维亚不但是北欧皇室的公主 而且还是之前的皇位继承人 他的爸爸也是北欧皇室的王子殿下 把他们一家人都弄去未来我的庄园当长工 叶臣这家伙也有点太不顾忌北欧皇室尊严了吧 心里虽然这么想 但苏成峰嘴上还是连连答应下来 感激地说道辛苦叶少爷 一切还要为在下着想 叶臣淡淡道 你去了马达加斯家 一定要给我好好经营 以后我可能还有的是人要往你那里送 苏成峰心里一慌 忍不住扪心自问 我他妈这次去马达加斯家 到底是去当地主的 还是去给叶臣当典狱长的 慌乱之余 他还是毫不犹豫地说道 叶少爷放心 我一定会把马达加斯家的产业经营好事 走之前我会再跟之余好好沟通一下 把细节再好好定一定 叶臣随口道 抓紧时间 我在北欧那边还有一大堆人等着安排呢 苏成峰连忙毕恭毕敬地说道 好的叶少爷 我一定抓紧 叶臣微微点了点头 便道 行了 从现在开始 叶灵山剩下的就是叶家人的神了 你们走吧 说吧 他招呼来几名万龙殿将士 开口道 你们几个压着他们俩 去白金汉宫找苏之余 让他们把之前承诺要做的事情全部做好 几名万龙殿将士立刻拱手道 好的叶先生 属下一定照办 眼看苏成峰和苏首道都被带走 叶臣看了看 跪在面前的叶家人 随后便转身对叶忠全说道 我去我爸妈的灵前待一会儿 等山下那帮人一路磕头磕上来 就让他们先在这里跪好 叶忠全毫不犹豫地说道 没问题 尘儿 你去吧 这里交给我 叶臣点了点头 一个人穿过几排墓碑 迈步走到父母的陵墓前 缓缓跪了下来 凝视着父母的相片 叶臣心中感慨万千 他忍不住轻声说道 爸 儿子现在已经是叶家的家主了 当年若是爷爷早些将家主之位传给您 想来您和妈妈也不会背井离乡 前往金陵 更不会招来杀身之祸 爸妈 您二位请放心 儿子一定会找到当年杀害您二位的凶手 为您二位报仇血恨 说到这 叶臣看向一项礼 父亲英俊的面庞 耿叶道 爸 我知道您当年一直想将叶家发扬光大 让叶家屹立世界之巅 如今 儿子已经决定扛起您当年的旗帜 终有一日 定会让叶家成为这世界上最顶尖的家族 说完 叶臣又看向妈妈的一项 惭愧地说道 妈 他们都劝我应该去见见外公外婆 我相信您肯定也希望我去看看他们 只是我与外公外婆确实嫌有交集 而且现在您也不在了 我实在不知该如何去面对他们二劳 所以这件事暂时可能还没办法实现 还请您能原谅 随后叶臣俯身下去 在父母的墓碑前磕了三个头 紧接着他又道 爸 妈 儿子今天多陪陪您二位 明天我可能就要返回金陵了 眼下儿子还没有做好公开身份的准备 不宜久留燕京 不过以后我也会经常抽时间过来看你们的 说爸 叶臣又道 待将来儿子正是向全世界公开身份的时候 儿子一定带着您二位的儿媳妇一起过来 也让您二位看看儿子的另一半 让您二位更放心 话说至此 叶臣心中惆怅不已 眼泪也无声地滑落 随后的几个小时时间里 叶臣没再说话 只是默默地常跪于父母灵前 一言不发 叶家人只能从下面看到他的一个背影 谁都不知道 这个刚刚收服了万龙殿 又凭一己之力 彻底改变北欧皇室格局的男人 已经在父母坟前泪流满面 数个小时之后 大部分叶家旁戏成员 都一路跪拜到了山上的牌楼下面 眼见一众叶家嫡亲 也跪在这里 一个个都有些木凳口袋 还没等他们搞明白 为什么叶家嫡系成员也跪了一地 他们便被万龙殿的将士 呵斥着纷纷又跪了下来 随着上来的人越来越多 叶灵山牌楼下面几乎跪满了人 此时天色渐晚 金色的夕阳扑洒在整个叶灵山上 让叶灵山上这些汉白玉雕刻的墓碑显得格外夺目 天边夕阳映上叶晨的背影 所有人都目不转睛地看着 等待着他的下一步指令 只是这个背影跪在那里 已经几个小时一动不动 仿若一尊雕刻 就在天边映起火红的火烧云时 叶晨缓缓起身 回过头来 眼看叶家人跪了一片 缓缓从灵墓中走了下来 叶家和新成员 以及旁系成员都将目光看向他 绝大多数人都表现得十分忐忑 唯有叶忠泉叶长秀的表情中 带着十足的期待 叶晨来到众人面前站定 环视一周 冷声说道 从今日起 叶家祭祖仪式从每十二年一次 改为每年一次 形式可以一切从简 但所有人 必须在清明节 当天亲自来叶灵山 祭拜仙祖 任何人不得缺席 除此之外 所有叶家旁系成员 每隔三个月都要来燕京 开一次数职会议 向主家详细汇报 过去三个月的经营情况 同样不允许任何人缺席 都听明白了吗 在叶晨看来 叶家这些旁系藩王 每十二年才过来朝拜一次 这个频率实在是太低了 也正是因为如此 他们对叶家根本 谈不上什么忠诚度 叶家对他们也没有 实际的掌控力 不过从现在起 这一切必须进行彻底的改变 让他们每年来祭祖 每三个月来述职 就是要加强叶家这个主家 对他们的把控 如果把叶家 比作一个封建王朝 叶晨现在要做的 就是增强中央集权 弱化地方分权 把这帮散落各地的藩王 死死地握在手中 明镜需要您的发行 明镜需要您的粉丝